最小的姓尹 叫尹鸿海 他是干啥的呢 他是一个开发商 你看吧 赶上这么一天 资老三包括他手底下的这些兄弟 什么刘继庆 赵云刚 敏丽 藏云龙 包括当时扣文 曲也等等 都是回资老三马首是瞻 要往东你绝不敢往西 让你他妈的这个下地 你绝对不敢的说他妈的放天 所以说吧 这帮人呢 资老三说啥呢就是啥 搁哪吃饭呢 搁一家这个海鲜酒楼吃饭呢 搁一个大包房里面 当时资老三坐在这个郑中央 身旁呢 全都是兄弟 这个也敬酒 那个也敬酒 资老三呢 当时那个这个一村 就是这个时间段呢 绝对啊 是这个了 黑白两道的通天了 谁也整不了 谁狠是 大伙呢 可这块也没少喝的 打算呢 说你看三哥 咱们这喝差不多了 换个地方喝呗 买个今天这个兄弟蛋白 资老三当时就说放他妈的屁呢 跟他们你三哥出来说咱们他们的吃喝玩乐来 能让你们花钱吗 当兄弟的 啊 走地方 不上你五哥那边去了 换个地方 妈说今天晚上所有啊 消费吃得好 喝得好 全是你三哥的 底下这帮兄弟咱绝对 乐屁了 三哥那火了 咱们就搬钢酒呗 一口糟了得了呗 说来来来 糟了 大伙呢把酒杯啊 也呀 全部都举起来了 嘎巴这一碰 这不嘛 找进去 这一周晚以后 资老三这一起身 这周围啊这帮兄弟胡辣就一下全起来了 给三哥把门给打开了 这门啊 一打开以后 大伙呢 打着这个包房啊 这不嘛 就走到我这个楼下 到楼下呀 这老板呢 包括这个经理啊 以及这些服务员啥的 全围上来了 尤其这个老板 哎 你瞅他那一出卧 哥 见招自老三 那绝对是他妈的腿都钻筋 三哥 那个吃好了 自老三哥这家雕小羊 啊 说吃完了 三哥 这这这好像说没喝多些呢 是吧 妈 还有一个场 啊 上那块喝去 三哥呀 说你看今天我这咋有忙 说招待着这个不周 三哥呀 说那啥 这上去就别算了 说你看三哥你来我这哈头一回 说 兄弟我也不知道该咋说 是不是 说你看你来这一回 这头就算是捧你兄弟了 妈说今天我这哈确实忙 我这头没来的几春 上去呢 但是说这个心意啥的 我都告诉这个服务生 包括这个经理都送到了 说老三这一瞅着他妈 我还能差一顿饭钱呢 啊 说你咋意思 你埋态我呢 不是 说三哥我都没那个意思 主要是我这个 造物不造物满 不是不是这么个事吗 三哥这头完了 说你多见谅 行了 你家怎么呢 他妈还行啊 说这个吃的 挺顺口的 这两天边还是吧 再来啊 哎呀说妥了三哥 说你要来咱家这个店 可以说这彭丽胜辉 妈到时候你提前 让兄弟打个电话 我把那个大包房 打给你们留出来 行了 那就这么地啊 哎呀妥了三哥 包括各位兄弟 说三哥我送你 这老板包括这个经理他呢 特意啊 给这个自老三 以及自老三这块人 送到了这个海鲜酒楼 哎这个外边的 这头呢 人家有人啊 给这个三哥打车门 说三哥呀 上车吧 这头呢 这个老板也说了 说三哥呀 那你慢点啊 正在说话间呢 后面呢 上了个车 这个车吧 挺他妈牛逼 挺横的 什么样的一个车 我一说大伙就知道 林肯 家常的 车牌号呢 是吉野二六 三哥八 嘎巴就一下子 停到啊 自老三的车身后来 这自老三 刚要上车 这一看后面 停个他妈的 林肯家常嘛 当时呢 搁这个车上 就下了个人 这个人呢 就不是别人了 哎 就是咱们今天呢 这个主员工 尹洪海 他搁这个 一村呢 搞这个房产开发的 大老板 这不吗 也下来了 当时那个 这个林肯车上 也下来后几个人 这老板呢 就瞅着了 说干啥 那个三哥 你就那个 慢点啊 完了说改天 欢迎你 你再过来 今天三哥 你就多多包涵 邹洪他说忙你的吧 就这样 这个老板呢 就跑到 这个林肯车面前了 哎呀 说这个 哎呀 说海哥过来了 啊 说过来了 那个之前打过电话 说那个房间给留了嘛 哎呀 说那啥海哥 留着呢 那行 说海哥来来 里边请 这老板呢 搁前面走 当时这个尹洪海 跟他一道过来 这几个人呢 搁后面跟着 这五公就往开街上去了 没走大一会儿呢 就走到这个饭店 大厅了 那这个时候的 这个四老三 迟迟没有上车 就搁这个副驾驶 这车门都打开了 搁这副驾驶这嘎子 拿个胳膊 弹到啊 这个车门上了 就搁这嘎 瞅着这个尹洪海呢 这敏利就过来了 说你看三哥咋的了 瞧不一挖 这什么鸡膊车的 这 说那啥三哥 这是林肯 下场 妈的个逼的 车牌照是哪戒的 他说那戒的 谁呀 说他不认识 然后自老三 人家其他的帮兄弟 都已经上车了 这时候的大车 也下来了 十勒哥全过来 说三哥咋的了 三哥 说三哥咋的了 说三哥谁犯单了 咋的了 当时自老三 瞅瞅这帮人 说没啥事 说你这么的敏利 你把老板给我喊出来 喊出来 这敏利说躲了三哥 我这就喊去 这帮兄弟也上前了 说你看三哥 谁惹你了 谁让你不开心 唱他妈 揍他 等会儿来 别着急了 这翘里一弯 这谁呀这是 这敏利就进到 这海鲜酒楼了 这老板也将把 当时的尹洪海 送到包房 打着这个包房 这部门也下楼了 正好就碰见这个敏利了 哎呀 说兄弟咋回来了呢 说那啥 那个三哥在门口等你呢 说那一分遭你了点事 说那啥 兄弟咋的了 说这个 是不是哪怕 我坐在 哎呀三哥心里头 不舒服了 哎呀你别问我啊 你赶紧出去一趟吧 这老板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了以后 像他妈狗似的 这一瞅自老三身边 什么一帮人 全给他干的呢 哎呀 哎呀 说那啥呢 那个三哥 三哥 这是咋的呢 这谁 自老三拿手呢 就比较他车后面的 这个家长林肯 意思啥呢 说这个车 刚才下了那条谁呀 这老板一瞅啊 说那啥 那个是一个 那个开发商 这车牌子 藏村的啊 藏村人啊 说那个藏村的 说那个没啥事呢 他们总来人家吃饭 瞅子牛逼呀 说这是这个 大老板 但是说三哥 跟你比 兄弟我说句实话 那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上 敏了一瞅叫你妈的 他能跟三哥比吗 他是个脊败 他是个 是是是是 三哥 你看这这这 这是有啥事啊 搞开发的啊 搁咱们这个 一村呢 啊 说这搞开发的 我也是听他们这个 搁这包房吃饭的时候 哎 这时候呢 我去敬酒 我听他们这个聊的啊 说他搞开发的 叫啥名啊 说姓 叫 尹鸿海 尹鸿海 啊 说那个 敏利啊 哎 说三哥 这名你给我记得点啊 哎 行了三哥 说那我知道了 这老板搁这嘎子 也不敢走啊 你看三哥 这需要我做点啥啊 怎么你事 妈 你回去该忙忙吧 谢谢你吧 今天我们这些人 跟你这嘎子 又吃又喝的 你还没收钱 三哥呀 那是啥话呀 啊 说你到兄弟这嘎子 来吃饭 那跟到家一样 啊 兄弟 再说句良心科 说你看三哥 你来了 我心里都成踏实了 三哥你要是不来 兄弟武安 还打算呢 说请你呢 是不是 行 挺他妈会说话 啊 那就这么的 我先走了 哎 三哥呢 你慢点 这老板呢 也没整明白 说这一把自老三 问这个尹鸿海 咋回事 这是要干啥呀 他也没够多的去问 这不我们他也走了 自老三他们呢 就上车了 这一上车以后呢 他们那大帮人呢 就奔往这个 夜董会来了 自老三呢 人家搁这个一村 到哪都好使 到哪都得给面子 你要是不给面子 情况下 那妥了 那你这个店呢 我估计也就是这两天 到头了 这胡妈 到夜董会以后 也是老板呢 服务员呢 经理呢 全他妈过来了 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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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三哥 所以这个大家光临啊 这个有识远迎 三哥多担待 行了别他妈废话了 那个娘们他都安担败 到外今天我亲 我们这帮兄弟呀 我吃不点喝不点啊 刚搁鸡 把这个海鲜酒楼吃完 到你这边来了 咱们消息消息 三哥这没毛病 最大包房 来赶紧赶紧 三哥来 说咱们那什么 上包房 这头啊 来到包房了 又给拿的吃的 又给拿的喝的 而且这帮娘们啥的 也都给整进屋了 那资老三来了 这帮老板腿真钻紧 真迷惘 三哥呀 这有啥需要 这时候你就随时喊我 我不行 我就跟门口站了 那老板都那样 他忙你的吧 留个人跟门口呆的就行 有啥事 我打发胸的 喊一声 说妥了 那这么才说三哥 这头那不让经理 跟你们门口站的 有啥事呢 完你们就喊一声 行了 去吧 特意交代了经理 说那个 你啥也别忙碌了 就是说三哥 这个包房 你给门口站好了 有啥事 说喊你的 你抓紧 立刻就给办 真害怕 喝不开心 玩不愉快了 这头真把鸡 把你垫给你砸去 而且呢 也告诉这个经理 说交代一下咱家 这帮女孩 连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就是个屋里头 就把那个凳掏出来 塞进去 你也得让谁 谁什么不让谁 咋子我收拾谁 你听不听见 经理当时就说 说你就放心吧 老板这事就交给我 经理特意进入的 交代这帮女孩的 说一会儿大哥们 喝好了 喝上劲的 如果说 搁这个包房里头 想拿那个单刺你们 你们必须得打开 这个裸 让刺 听不听见 这帮娘们里听说 那个明白的经理 咋问操的 谁要是不让刺 谁要是步步棱棱的 翻天亮掌的 搁这个 牛逼轰轰的 咱老板可说了啊 咋的套哨是你们 这帮娘们听说 你放心吧经理 说咱找咋的事 就这样 这他妈经理 特意交代的 这帮娘们 非常的热情 哎 又点烟的 又倒酒的 这头他妈的 谁出汗 拿个毛巾 又给擦的 又给这嘎揉腿的 又勾肩的 又他妈搭背的 什么样的都有 那这头 子老三他妈 挑不出来呀 对不对呀 哪个兄弟 他妈上劲 这头破袋一改开 拿脑袋 网机 把卡不当 这嘎一塞 这头就给你玩上了 就给你整上了 那你还挑啥毛病呢 对不对哥 所以说 哥这嘎揉腿 你就玩吧 咋都行 这不吗 玩的确实挺好 玩到十二点多钟 当时这帮脊子 凶着啊 哥这嘎揉腿 给这个娘们 有得整进脊子 脊子卫生间了 有得搁那个 嘎揉腿的嘎揉腿 就直接就捞上了 真玩 嘛 那个年代哥 真放松啊 真放纵 真好 这不吗 他们也玩完了 哎 这爷呀 得劲的 那该回家 回家吧 四老三呢 领着十多个兄弟 打着这个叶总会 就下来了 当时人家 四老三这块啊 说一起声 门口这个经理 就看见了 说这是四老三 他们玩完了 赶紧就告诉服务员 说喊咱们这个 老板一声 喊咱们老板一声 说这个三哥玩完了 就这样 服务员把这个 老板也喊过来 老板和经理 就给这个包房门口 抛着呢 这门一打开 四老三就出来了 一大帮兄 这呼啥喝的 哎 就出来了 哎呀 三哥玩完了 四老三喝的五名三道的 啊 说咱们呢 等我那个这三哥 说你看 这你来了 这个 我还就得站住这块 说你看三哥有啥事 查的 这不吗 是不是 说我好 有个照应查的 说妈 行啊 完了那个 给我算一下了 三哥呀 算啥呀 这整门的 是别人家呀 这不自己家吗 三哥你搁咱家 到这看来 要是提钱 说咱哥们就三感情了 不好的吧 搁这嘎 又吃又喝的 包括说你家这些 娘们啊 这个服务不错 态度也挺好的 说三哥 你就别管了 娘们这头呢 说这个小费啥的 我给拿 说三哥 你啥都不能管 你这个兄弟 你走就行 算了吗 你这么整我 下次能好意思了吗 三哥呀 啥好意思 不好意思的 个人家在买卖 对不对 三哥 你能来我这个厂子 那是他们给兄弟脸了 对吧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三哥呀 说你 你提钱 那你说 你不打兄弟脸呢吗 行 那就这么地 我呢 就回去了 三哥 我呢 你慢点啊 让我送你 这帮人呼呼哈 这不就出来了吗 老板跟经理 谁也不敢置声 谁也不敢说别的 全都是好停车 上半坨话 哎 给资老三 他们送狗来 给他们这一送狗以后 我这个老板 包括这个经理啥的 这也算是把气啊 穿匀了 老三 人家回去了 这帮兄弟也就散了 来到这个第二天 就给当时资老三 这个买卖点 这帮兄弟 这不都来了吗 资老三 给他叼酒烟 时间都已经是中午了 这敏利还问资老三 说你看三哥吃点啥呀 说他妈 我还不饿呢 哎 那个 昨天给那个海鲜酒楼 说碰到那个开发商 叫什么名呢 说他叫尹 叫尹鸿海 尹鸿海 你咱们的敏利来 说你妈的 可咱们一村搞开发 这小子 我还头一回听说 来你给我打着拿着他 搁哪块搞开发的 公司叫什么名 这小电话多些 你抓紧的 你把这事也不落实了 这敏利这一听 都妥了三哥 我现在就去办 你抓紧吧 这个时候我也不饿 等你办完回来 咱们一起吃 还说妥了三哥 这尹鸿呢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一出来以后 就开始打听上 这个尹鸿海的 那他们给这个一村呢 消息来源越快 而且呢 他们这个社交呢 包括人家这个能力 全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牛逼啊 很快就把当时 尹鸿海的这个 他的这个公司的名 包括呀 这个电话号 全给打听到了 这不吗 敏利打外面就进来了 三哥 啊 怎么样 三哥 说你先打听着来 啊 来 不给我去 这就是啊 这个最真实的 子老三一贯作风 子老三专门 熊一村这些商户 干这些大买卖的 有钱的 他的这个形式啊 跟别的社会还不一样 先喝你 喝完以后呢 看看你怎么个意思 如果说这时候 你要是不上量的 翘里挖的 那我就得主动上门找你去了 有一村的人肯定了解 自老三 他的这个形式作风 这不把电话给搂过去了吗 那么这头呢 尹鸿海呢也接了 哎 说你好 哪位 范哥 通了 那个 你姓尹吧 二小队 我姓尹呢 二小队 你说你是哪位呀 你叫尹鸿海 二小队 我叫尹鸿海 你说你是谁呀 嗯 没听出来呢 我叫李娃 不是哥们 这什么脏嘴骂人 我叫李娃 我就骂你了 不是哥们 你谁呀 不是什么意思 我叫李娃 什么意思 听不明白 我叫李娃 哥们 说你是干啥的 说我哪块得得着你了 有事你说事呗 你别张嘴骂人呐 我叫李娃 我就骂你了 我告诉你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姿 我叫姿老三 你搁这一村呢 你可以打听打听 这他妈两天呢 我听不少人跟我学了 说你挺牛逼啊 搁咱们一村 做买卖 挣着钱了 谁都不放在眼里了 跟谁他妈的 也比比哗哗哗的了 你开始装他妈 王八徒子了 啊 我撬李娃 你是不是做死呢 你认不认识我姿老三呢 当时尹鸿海 虽说他是厚道一村的 但是他能不知道 他妈的姿老三吗 那肯定得听人说起过呀 说你看这三哥说 我听说过你 说三哥你看 这是啥的了 说你看 我也没惹着你 我也没得罪你 我撬李娃的 你没惹着我 啊 你没惹着我吗 你没惹着我 你没惹着别人吗 你狗懒的 你可一村 你挣钱的 怎么钱一个人挣的啊 啊 我看你有点 不知道咋个事的 我这两天 我他妈腾出坑 我上天天要看看你去 啊 瞧我李娃 你等着啊 狗懒的 嘎巴电话就挂了 喂 不是 三哥要 喂 这就是子老三 最真实的 如果说有一村的老哥 或者是老姐 就刚刚我学的 子老三打的一通电话 就他的一出 那绝对是子老三的本色 一点都不得变的 给当时他妈尹洪海 骂懵逼了 说 说他妈 这是怎么的呢 这是说 我怎么得罪子老三呢 啊 我怎么得罪他了呢 他个办公室呢 这旁边有自己司机啥的 啊 包括自己的经理啥的 也都搁这 这屋呢 说这个 尹老板 说咋的了 说这个 这子老三你们都知道吧 说那太迟到了 那一村 黑车会啊 不是 这我没招没惹他 这上来给我一顿骂 说这这这 这因为啥呀 哎呀妈呀 说你看 尹老板那怎么 惹着他了 我没惹他呀 说这 说这一四两天来看看我来 哎呀妈呀 说这子老三可不好惹呀 他要是盯上贼呢 可就不好惹了 说这头咱得想想折呀 啊说你看 找找人查的 就跟他过个话 看看到底是啥意思呀 说那找谁呢 说那你看尹老板 那你可这个一村啥的 啊说一些做买卖的 你也认识不少的 是不是 说这头你看看 谁能说上话啥的 这得问问呢 得当个事不当个事 这子老三 那可不好惹呀 说行 就这样 尹红海来一村搞开花 那你说他可一村 能忽认识点做买卖也是吗 就这样把这个电话呢 打给一个这个同行来 哎也是搞这个建筑的 打过去了 说你看哥们 我有个事 我得跟你勾奉共同 搞建筑的这条就说了 说你看 怎么的了 英哥 啥事啊 说你看啊 是这样的 刚才呢 我个这个办公室呢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接到一个电话 说谁呀 说不是别人哪 正是一村的子老三哪 搞建筑的小的一听 说谁 子老三 说啥意思呀 说我也不知道 讨个事呀 上来就给我一顿骂呀 说这头说怎么的 我这个一村挣到钱了 有点不把谁 放在眼里头了 这吴梦 不分青红皂白呀 他也不说个礼表啊 这上来就 就是骂我呀 给我骂懵了 而且说这两天 要来看看我来呢 这吴梦 我这一时间骂爪了 不知道他怎么好了 搞建筑的 这小子一听啊 说这个英哥呀 说这可不行 这子老三呢 可不比别人啊 说这个人咱可不能得罪 你要想和这个一村呢 说顺利的把你开发的 这些楼卖出去 那这头你还真不能得罪他 那啥意思呢 我估计呀 这头你到这个一村 哎 说来搞开发 没跟他打招呼 没跟他上态度 这头啊 他肯定是听谁说了 这吴梦 找你的小小 那你看怎么办呢 怎么办 说你这么的 我跟他五弟认识 跟他五弟认识 对 他有一个弟弟 哎 子老五 干这个百乐门的 我俩呢 有个接触 他给我办过几回事 也说那可挺好啊 说那你这么的 你给那个子老五打个电话 是不是 说这头你看看 啊 咱是拿点礼 拿点啥玩意儿 让他个中间 给调和调和呀 那行 那你这么的 英哥 你把信放租里吧 我给子老五打个电话 搞建筑的 也就是说 尹鸿海他这个哥们 打了个电话 就打给子老五来 子老五呢 跟他媳妇 给这个摆了门 说谁 说那个五哥吧 说我 我小董 小董 哪个他妈小董啊 搞建筑的 董弟 怎么呢 说你看五哥呀 是这么个事 我有个哥们 跟我关系不错的 说你看 也是干这个开发的 咱们这个一孙呢 开发这个楼盘呢 刚来那不长时间 也不知道是怎么 惹罗三哥了 三哥今天给打电话 给他一顿凑骂 这头他有点害怕了 这不找到我了吗 意思是让我给想想招 我这想起你来了 五哥 你看看 你问问咱家三哥 或者是说 我把这人 那领到你那块去 说你看你带过去 跟三哥说一说呗 说你看这哪嘎 都惹罗三哥了 要三哥不得劲呢 咱们该怎么做 怎么做 该怎么地 怎么地呗 是不是 我三哥给他骂了 那可不咋的呀 说你看给我这哥们 吓坏了 那人做点证 怕已经买卖的 瞧我一玩的 到他妈一村 干买卖 没跟我三哥说吧 那肯定是没说 那骂他还多呀 说这骂的肯定是对 但是你看这事 咱们得解决嘛 你知道吗 你没我摆落门了 哎哎 那好了 那个五哥 那好好 第二话就给挂了 这一挂完以后呢 这小子把电话呢 就打给这个 尹鸿海了 说你看这个 海客 我跟他家这个老五通话 这老五呢 还挺给面目 说意思是想给这个 调和调和 但咱不能空手去啊 是不是 嗯 这地骑马的 说你看 这米啥的 这给拿点 买点盐 买点酒啥的 这尹鸿海这一听说行啊 说他妈能把这事给画了 匹茶都抢 是不是 那行 那这么点 这头呢 我告诉手底下在这准备烟 准备酒 这头呢 我再给拿一巴掌 你看怎么样 一巴掌 行行行 没问题 就这样 准备的烟 准备的酒 又给拿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呢 就是五个大不六呗 妈 很快这个搞建筑物的 就来到了 尹鸿海的公司楼下了 带着烟 带着酒 带着钱 也就来到了 资老五这块 要说老资家哥哥 一村绝对的 那个 吹牛逼那个 就九十年代 哥这一嘴一右 就放眼整个一村 谁敢跟老资家得瑟 有一个算一个 这不吗 来了 往百乐门里 这么一进 当时人家 资老五 手里还有一帮兄弟呢 哎哎 兄弟啥 那个兄弟 那不认识我了吧 谁啊你啊 我是那谁 那个狗建筑的董立 哎呀我来找那个五哥 刚才呀 跟这个五哥通话了 这是谁呀 说这是早就五哥办事的 进来吧 这头呢 兄弟领他俩进来 第六的烟 第六的酒 包括这个名 门这一打开 资老五跟他媳妇 自老五的媳妇 老他妈哪道了 咋的就咬到 那手底下这帮小姐 让他给收拾了 背拔来 没啥事 给他们放那个 黄色录像 黄带 让他们看 让他们学活 学不好 杂本操的 就是一顿大棒的 就收拾你 我一点不撒谎哥 这都是真事 那个 长的哥 长的腰道啊 叼小烟 翘老郎腿 就这一说 说五哥 那谁 那个搞建筑 那个董立找你 他给我腾花 进来吧 进来吧 五哥进去呢 这五吗 领着尹鸿海 就进来 哎呀 说那个五哥 过来了 说五哥过来了 说这个就是 我跟你说的 那个搞开发的 尹老板 说那个海德 这是那个五哥 这尹鸿海 皮他妈的 做老五大 但是也没办法 说你看这个五哥 那个我哥 给你打电话了 说那个三哥 给我打个电话 说你看我不知道 咋得罪三哥了 说这三哥 上来就给我一顿骂 这可能啊 这中间呢 有什么误会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说你看 翔嫂五哥 那给调解调解 这是一点心意 把当时层条子 那烟 比好几条子 包括那个酒啥的 巴巴的 都摆这块的 而且特意把那个米 装米那个袋 就打开了 自老五丑业 他媳妇呢 把那袋扒了开 也丑业 说这个来多长时间了 说来了接近一年了 这一年了 这头 也没跟我三哥 支吾一声啊 说你看这头 没人引荐呢 这这这这 也不敢登门呢 行了 说你找我呢 就找对人了 可一村呢 谁也摆不了 阿玛老子家的事 那既然说你来找我来了 那没事 我给我三哥打电话 帮我领你过去 说那行 说五哥那谢谢你 那第三下司 真害怕 真迷惑呢 电话给他漏过去了 三哥 老五 你个酒店呢 行 我有事啊 有人找到我了 帮我过去 这就过去 好了三哥 帮我过来 说这么的吧 跟我上那个 我三哥那块吧 我三哥搁这个酒店呢 妈 说那行 说你看这个五哥呢 就麻烦你了 没啥事啊 媳妇啊 这玩意收起来吧 这头的媳妇把淹了酒了 包括这个钱查的 这我妈给他妈的收下的 自老五呢 领着搞建筑那个 乃至啊 还有这个 叶洪海 这不吗 他们几个 上车的 这一上车 就给他拉到当时 这个酒店了 那自老三 就给这个酒店哥 必须得住套房 小平头 他那一出跟谁挺像的 跟田姆哥挺像 他俩等那一出 真挺像的 小平头四方头 就回人家出那个头型 跟屋里头 正中央 这小子讲的派头子 身边这帮兄弟 哎 可这块呢 一个一个的 抽烟抽烟 唠嗑的唠嗑 啥啥啥都有 这不吗 老五就来了 把这门嘎巴的一推开 往后这么一进 五个五个五个 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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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啊 老五啊 谁呀 找我呀咋回事啊 人干啥呢 说那三哥呀 人干这个门口呢 我们来得进来 谁呀 说姓尹 叫尹洪海 说你给他打电话 他骂了 这小子呢 拖一个口 建筑物就董立的 走到我来 给我拿的烟 拿的酒啥的 包括给我拿的五个 大不了 所以想问一问你 哪个阿兜得得着你呢 咱们呢 你们进来吧 这门就打开了 说来来进来 这当时董立啊 包括这个尹洪海 这不就进来了吗 这董立 这一看到当时这个走路三 哎呀 三哥 你他妈谁呀 三哥我是搞建筑的 我我我我我已经懂 我跟那个五个关系 那个那个挺好的 你叫尹洪海吧 这尹洪海的这个啊 说那啥那个三哥吧 翘里挖的 你挺牛逼吧 啊 说你看这三哥 我这也真不知道 说你看哪个阿兜 得罪着你了啊 说你看三哥 我那老家是长春的 跑这边吧 说你看这 搞点这个开发啥的 说你看三哥 我这哪个阿兜得罪着你了 我哪个阿兜得罪着你了 我哪个阿兜得罪着你了 我改 行不行三哥 说你看这头你太太少 说你看必为难凶的 我翘里挖的 你挣俩逼钱 你眼里没人了 啊 一村咋个事 你他妈也不打听打听 你他妈跑这嘎来 挣一村人钱来了 啊 你不上我自老三这嘎头 你摆摆门 我翘里挖的 这头 你让我找你啊 啊 而且风言风语 这不少人呢 跟我提你了 说你狗懒的 你有钱了 你目中无人了 你跟这个他妈的 也嘚瑟 跟那个 你也想他妈摆着摆着 有这事吗 说你看三哥这没有的事 我就是一个做买卖的人 说这不应该 说这我不可能啊 自老三就起身的 往跟前的一来 说翘里挖的 你还给我嚼嘴呢 啊 没这事我能找你啊 不是说三哥 你看 真没有 我们啪叉就一个大反仇 哎呀妈 三哥 我翘里挖 你还敢给我嚼 啪叉又一个大嘴巴 哎呀妈 三哥 这当时这个 搞建筑这个董立 搁这嘎头 也不敢吱声啊 就这样是的 自老五搁这嘎头 叼小烟 就任由他三哥 搁这嘎头 大嘴巴的 就给这老鸡 尹鸿海啪啪 就一顿伤 给尹鸿海 都伸懵逼了 说那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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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我知道错了 妈 我知道错了 翘里 妈 你哪错了 啊 你哪做错了 说那三哥 我我我现在 我我我这一时间 我我真不知道 我哪哪哪 我哪哪错了 但是我 我肯定错了三哥 我我肯定错了 我告诉你啊 不是他妈 老五领你来 搁他妈一村 不管是谁 你过来 腿我都给你修车他 你搁他妈一村 你做买卖 你啪啪冷冷的 你洗个不服 拔个不分的 你他妈到我这 来你都不来 你是没把我 自老三放眼里啊 啊 那啥三哥 三哥 这回我知道了好事 他说我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既然呢 说你跟老五来的 这头呢 我今天呢 我放你嘛 既然说你跟我老弟 跟老五呢 认识 这头呢 咱往后也算是朋友了 我今天呢 给你几个嘴巴子 说你知道知道 一村是咋回事 一村是要把老资家说的算 一村的天 都他妈姓资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三哥 三哥听明白了 这么的吧 事呢 就算是过去了 啊 老五啊 你看行吗 三哥 我听你的 往后呢 咱也算是朋友了 啊 给这个一村呢 干嘛嘛 有个大事小情呢 过来找三哥 三哥不能瞅着你 三哥呀 夸去海口 我比那东厂都好使 啊 三哥 说明白了 行啊 咱往后呢 就是哥们弟兄了 啊 有啥事 你找到我自老三 这头你记住 你三哥不能不管你 啊 哎哎 三哥 明白了 这几个嘴巴 就算是给你个教训 不生气吧 三哥 不敢 啊 不敢 行了 完了 这两天啥的 我上你那 我看看你去啊 哎呀 三哥 行 完了就 就等三哥去了 老五啊 你带走吧 那行 三哥 那我回去了啊 说五哥慢点 五哥慢点 行行行 你帮忙 这五哥就给带出来了 这一带出来以后呢 这个董立啊 包括当时尹洪海 非常感谢 曹老五啊 虽说挨了几个嘴巴了 但是这件事 算是平息了 说你看这个 五哥 谢了啊 这怎么 也就是你啊 哎 是我明白 还有这个 你知道什么玩意啊 这我叫 野洪海 这个事儿就算拉倒了 这就是我 把你领到 我三哥这来了 你他妈的找的 也算是找他妈对人的 你要赶走别人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废了 腿都得进去 消责在那儿 明白明白 明白 你看五哥 谢了 谢了 回去吧 我就这么地 这不嘛 这件事就拉倒了 自老五呢 也回到百乐门了 这个 野洪海呢 跟这个 董立 也回到我自己这个公司了 说你看小丽啊 花点钱就花点钱吧 妈 说他妈的 说你看我真不知道 哪个啊 得了他呢 哎呀 海哥呀 你能得了他吗 说白了 这头呢 就是给你个下把呗 就是要你个态度 让你明白明白 咋回事 过年过节了 说哥呀 这头 这钱啊 你得往处拿一拿 啊 咱说 那你不能说 逼吗哈呀 这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明白 说这我懂了 说你看 那房子 还有多些没整出去呢 说才整出去三分之一啊 还有不老少呢 行啊 你搁这嘎嘎嘎一天 这头啊 这个态度 你就不能差了 你要是差了 我跟你说 海哥呀 到最后造罪的 那就得说是你了 行行行 那我知道了 说晚上来吃饭 哎呀 饭不饭都无所谓 那我就先回去了 咱们改天的 这个姓董的呢 也走了 这件事啊 当时的尹洪海 以为就拉倒了 这哪是拉倒了 这只是刚刚开始 资老三做事 哥一贯作风 就这一套 先给你个下马威 过两天就上 你这儿来了 没超过三天 资老三呢 领阵 曲野 包括 吉庆他们 云刚 敏利 云龙 包括扣文 这帮人 那全都是资老三的 得力干将 开着两台车 就来到了 尹洪海的 这个开发员公司了 两台车 邦邦的一停 下来大概 那有十个人吧 两个兄弟 把大门就给拽开了 资老三就进来了 那么你看这公司啊 人家当时有员工啊 这一看起来十多个人 这负责的 就过来了 说那个咱们这是有什么事啊 这敏利往前一来 有啥事跟你说呀 你是干鸡巴的你啊 说那啥 说你看 这小哥 你说你看 这是找谁啊 还是咋的 说你不认识他是谁啊 啊 说我这 我这还真不认识 勉力上去就给当时 尹洪海 参加公司的员工 一个大闭坝子 啪啪就一下 哎 说俏理话的 这是咱们三哥啊 一村的 资老三 三哥 下回你那个灶子 放亮点啊 哎明白明白 明白 明白 说那个 咱们三哥呀 来看一看你们老板 尹洪海呀 人搁哪呢 人搁办公室呢 说来 你来上去 这屋呢 上来 这一上来以后 当当当的一敲门 这尹洪海 给人物卑洞打过去 啊 进来吧 这门嘎啪啪一推开 说你看这个 尹老板 说这个 还没等说呢 这帮人就闯进来了 往后他们一进 资老三就吱声呢 尹老板 哎呀 哎呀 说你看这三哥 哎呀 三哥 过来了 赶紧就从自己办公桌 这家起身的 就把资老三手就给抓住了 哎呀 说三哥 过来了 啊 说你看 我不说了吗 过两天来看看你 这吴妈今儿个没啥事 说我来呢 瞅瞅你来 哎呀妈呀 说三哥 这能到我这来 啊 这里说啥呢 这里说我 我我我我 我尹某人哪 说有有面子 说三哥来来 请坐 来赶紧的 倒茶 说茶就别倒了 妈 我来呢 有点小事啊 哎 说三哥来来来 包括那个各位弟兄来 说请坐 这十乐阁人呢 就坐到沙发上了 资老三那头烟就点着了 当时尹洪海的 这一挥手 就告诉自己这个司机呢 包括这个经理他呢 妈 那你们都出去吧 这帮人出去把门也关上了 说你看这个三哥 这吃点饭呗 饭呢 就不吃了 咱们算朋友吧 说三哥 你说算就算 拿三哥当三哥不 那还说啥呀 那肯定的 那妈眼下咋个事呢 哎呀 说他妈 现在这买卖也不好做呀 三哥 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也不是说 他妈遇到难处了 就是这段时间呢 这个手头紧了 说这帮兄弟啥的 这兜里头也都不太宽臭 这尹洪海眼睛这么一钻 说那啥三哥你别说了 说咱们的 说三哥你稍等了 到丑侠这块 就打开来 可丑侠里面拿出五万块钱 那五万块钱哥可就不少了 但是你面对的是谁呀 你面对的是资老三 就把这钱往这嘎巴的一放 说你看三哥 兄弟我一点心意 说你看哥兄弟咱们 拿着这钱来吃点喝点 说你看行吧 资老三这一瞅 说他妈那 兄弟你是不是想多了 说你三哥我是那人吗 说我可不是过来什么熊你来了 你可真想多了 你三哥不那人 你们做个买卖也不容易 是不是 家藏存的吗 我说家藏存的 我理解 不容易 跑到这边来 你说搞开发 这钱你收回去 说你看三哥 我一点心意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说把钱来收回去 我来呢 是怎么个意思呢 我呢这个 开过来一台车 咱那是什么车 敏利啊 说那个丰田家美 对 丰田家美 那车你知道不 说那还知道 那新车不少钱 说哥 咱那新车 那都五六十万呢 五六十万 你这么的吧 这头那三哥 我这人不愿意欠别人的 这车呢 要是给别人吧 说他妈那 有点可惜了的 咱俩是哥们是弟兄 对吧 这车我就给你 这么的 我少算一点 五十个大不了 当时敏利网跟前一来讲 哪个鸡配啊 哎 敏利啊 怎么说话呢 啊 这是咱朋友啊 这是好哥们 怎么说话呢 哪当外人呢 二十三哥呢 我错了 说你看 我这人贸不赖占便宜 真事 你可整个一村 你就打听 该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这个便宜呢 我不能让别人占了 我这新车 啊 我跟你说买的时候 不是五六十万呢 给别人我 他们有点感觉可惜了的 说呢 给你 就定算 五十个大不了 啊 车就给楼下呢 完了 你瞅瞅啊 说那三哥 你看咱们现在 说这公司吧 说这 这个 这车咋的 说你看 也有 就是暂时吧 不太想 需要车 你说什么玩意 我没听太明白 那啥 三哥 就是说吧 这刘吉庆 就搁腰里的 就把家伙事 就掏出来了 就这样是他 这一掏起来 嘎巴这一掳的 当时 这叶洪海 这一瞅 你干啥玩意 吉庆啊 你干啥呢 你掏出来 你哥们瞎着 你踹 踹回去 干鸡巴呢 你踹回去 你说话转意 你把这个变 你那朋友 怎么说话呢 你哥们弟兄 啊 你说 这他妈的 洪海吓着呢 啊 兄弟 别多想啊 他们他妈的 这一天啊 习惯 别跟他一样 啊 咱们是自己人 三哥他妈的 眼下确实吧 啊 这个遇到难处了 买卖也不好做 你这买卖 我看做的挺好 三哥 我这个买卖报 咋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楼啊 你说现在一直往出 哎 这个 瘦呢 但是 也没收出去多些 啊 那就慢慢来 那不是什么遭急事 是吧 但是你看你三哥这事 怎么整呢 你说呀 啊 你说你三哥 我这人吧 他妈那 这有啥便宜呢 我就想自己的 你占 啊 就想到你了 你看看怎么整呢 这钱 还是 是不是说我一会拿走啊 还是说你看 怎么办呢 三哥 那啥那个 你这么的吧 啊 你这么的 车子我就给你蹦这了 晚上之前你给我一个踏步 是吧 咱们之间都不是外人啊 行呢 你就留下 不行 你跟三哥直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给三哥送去都行啊 我先走了 来 先走了 这帮人 蹭又压起来了 这不吗 走了 这一走以后 这尹洪海就懵逼了 包括这经理秘书他都进入了 说他妈 这这这这 这怎么办呢 这个呀 自己呢 他也下楼了 这一下楼呢 门口确实留了一台车 丰田家美 但是就是这个车哥 你要说他值不值钱 那个他能值点钱 啊 能值点钱 但是值太多的钱 好像说值不了 而且这个车吧 就是 哎呀 像当时的这个 尹洪海挺为难 这尹洪海咋两个案 把这个电话 就打给了小董 说你看 董啊 说你看这个自洛杉找到我了 他把一台丰田 瞎买 扔到我门口了 意思啥呢 说 卖给我了 卖给我 五十个塔不留 啊 说这头 带着就走了 意思让我晚上给回信 你说这 这小董这一瞅 说他妈这 嗨哥呀 哎呀 这 我 不变的说跟你明说 但是你也知道咋回事 如果说 这个车你要是不买 你这个楼啊 要跟一村往出销售 就费劲了 那老资金 啥实力不用我多说 尤其那自洛杉呢 他是各种手段 所以说 就是以我的意思啊 说嗨哥 不行 就当是交个朋友来 说你看 不行就买了吧 就买了吧 你不买 擦掌啊 如果这这车买了以后 他往后啊 就不能为难你了 对吧 如果你要不买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都不用我多说 行 说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 回到这个办公室了 就跟他家这个经理就说了 说咱们这个公司账上 给我支出50万 50万大老县 亲自啊 来到了 四老三住的这个酒店了 而且呢 往后这么一进 跟当时酒店的服务员也说了 说我找一下这个三哥 我请引救尹洪海 说你给我通知一声 哎 你等着吧 来到三哥 这五当当当人一敲门 免利也开了门 说你看这个利哥 楼下有个叫尹洪海的 说要找咱们三哥 啊 领上来吧 这五门就给领上来 哎 当时呢 往这个 包房这边这么一栏 敏丽给这瞅的呢 过来了 哎 说那兄弟过来了 找三哥 是不是啊 找三哥 来吧 进来吧 赵宫呢 进入 往屋里这么一进 哎呀 三哥 哎呀 洪海过来了 三哥 说那个过来了 洪海啊 说这来有事啊 说三哥你看 这头五你不去了吗 说你看你把那个 冯田加美 扔到我那个公司楼下了吗 说那车啥的呢 我想好了 公司正好还需要车 那车还挺好的 说你看三哥 我 我 我那啥 我带钱过来的 哎呀 洪海啊 还得说是自己家人啊 那三哥可啥就不说了 三哥还说啥呀 说跟三哥交个朋友 是不是 说往后 这个洪海 那个一村有啥事 还得指望三哥呢 哎呀 那小事 啊 小事小事 嘿嘿嘿嘿 说那个 那三哥 这呢 啊 来来来 敏利啊 拿过来 敏利拿过来以后 就巴巴巴巴点下来 三哥 没毛病 那什么 别走着就搁这吃呗 别别别别 说三哥你看你还挺忙的 我那头也挺忙 完了 我 我就先回去了 那我可就不留你了 啊 好好啊 说你可算是帮你三哥 一个大忙 你三哥这人气情 啊 你放心吧 往后说你可一村有啥事 你看你三哥咋做就完了 啊 哎呀 哎 腿了三哥 三哥那 那我就先走了 回吧 下来 自老三这一伙人 你瞅我 我瞅你的 相互 消了 老三拿着点钱 大家伙 巴巴巴巴巴巴 分了 那个吉巴车哥 也不知道他是跟哪整来的 那咱就不管了 反正是整了一台吉巴 那个破逼的 丰田家美的 不到啥时候 这个 那造的不像话了 七零八半的 就直接就卖给你的 就五十万 有的人可能是不相信 但是你要是不相信的情况下 哥 不妨呢 说你感受一下 那个年代 啊 或者是你问一问 你身边的人都可以哥 尤其就给这个 一村 这个老四见 这个子老三哥 他就是这种事 哥 他干的太多了 可不是一起两起了 这不嘛 车也卖给这个 野红孩的 野红孩呢 以为这事 这不就就此拉倒了吗 这不挺好的吗 哥呀 这只是说啥呢 你的噩梦 刚刚开始啊 噩梦才开始啊 大概吧 过了能有一周吧 就葛这个 资老三总住的这个酒店里面 资老三给他叼小烟 明丽啊 哎 说三哥 说他妈的 我想起个事啊 啊 啊 说那个三哥 什么事 那个尹鸿海 那台车不错呀 啊 说三哥 那车确实不错 林肯呢 家常 而且 那车牌号不错呀 尾号三个八呀 车牌号无所谓 车不错啊 说三哥 那那那 那你啥意思 他走来 咱去他 这不吗 打着这个酒店又下来了 领着几个兄弟 又来到尹鸿海啊 他这个公司了 把车往楼下嘎巴的一停 这不吗 下来 网屋这么一进 尹鸿海公司这些员工 都知道谁是谁了 哎 三哥过来了 明丽网跟小一来 说他妈这回认识了 哎呀 说那小哥 你认识呢 说找咱们那老板吧 对 找你老板 这人搁没搁这儿啊 我看这个 夏长林肯 停门口呢 说人搁这儿呢 那我们上去了 忙你们的吧 哎哎 说那好了小哥 三哥你慢点 打楼下就上来 这一上来以后 到办公室 明丽呢 把门就给推开了 这一推开 当时那这个尹鸿海呢 可是屋里头 曾跟几个人呢 搁这儿个阿兔 落车呢 哎 研究我怎么把这个楼啊 网属这个销售呢 因为他们这楼啊 现在是完善了 正网属卖呢 但是卖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搁这发生研究呢 这一看门开了 这尹鸿海这一抬头 哎呀嘛 赶紧就从这个办公室 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以后 呀 三哥 哎 红孩 嘿嘿嘿 这外道啊 这 忙着呢 啊 说那啥三哥 跟我这 内部的几个人 给这个研究 说这个 楼房的销售问题呢 说这个 销售的不太好 不太好往出卖呀 你别着急呀 慢慢来 有没有需要三哥的地方 有需要三哥的地方 那头三哥帮你宣张运船呢 啊 说不用三哥 说三哥 你看我这点小买卖 这这这这 说你说不能麻烦三哥 有事完了之后 那个 你知事啊 哎哎 行一行 三哥 那明白 说三哥你看你这来的是 有事啊 妈这可不有个事咋的 要不你先聊啊 完了这我等你一会呢 不用不用 那这么再来 说你们先出去吧 啊 说这个三哥来 我三哥说了句话 哎那行 你老板呢我们就先出去 他当时手蝶的人就出去了 说三哥来来请坐 不是我是不耽误你事的 没有三哥 没有没有 就就就一会啊 说你咱们聊完了以后 我再喊他们也赶他 不行你就先聊 不用不用三哥 哎呀 我来有点事啊 说三哥你看 啥事啊 说你这小妈挺讲究啊 哎 我自老三这些年了 可这个一寸啊 我没遇到过你这么讲究的人 我时常跟手蝶这帮人说啊 我说他妈这野红孩 往后要是说 隔一村有啥事 谁要是敢为难他 那就是跟我 他妈自老三过不去 那是他妈作死 我撬他里边的 有一个算一个 有一头算一头 我全给他咔了 哎呀 三哥你能这么说 红孩心里头真呢 说那个老得劲 哎 你多大呀 他说那啥 那个三哥 我今天都42了呗 我擦那你皮骨大两岁呢 我得问你叫孩儿哥 不是不是 三哥 还是说三哥 哎呀 称呼无所谓 来吧 对你来说吧 也算个小事 太小不过的事了 三哥 那你说呗 哎 你开那车挺漂亮啊 啊 说三哥 说你看 这这这这 这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 说你看吧 说你三哥 我那 隔吉巴一村呢 想要啥车呢 我有啥车 哎 但是你这车吧 说我这一瞅 他妈该啥是啥的 你别管说你这车多好吧 好车你三哥见得多了 但是你这车吧 他妈那 挺大点 哎 有个朋友 这公网说这两天呢 要他妈办点事 削点面子 削点脸呗 我说你这么的吧 把你这车 你借我开两天呗 啊 等事完事以后 我要兄弟 妈给你送回来 你看怎么样 啊 三哥用车呀 啊 说你用车呗 这头吧 要是说哥们之间 要是说不办事 我们就不用了 我自己有的是车 但是我那些车 啥呢 都不太打仪 那你这车打仪啊 家常呢 啊 你看 借我呗 啊 完之后我开两天 要是说 这头不方便 三哥没事 啊 我点人我就回去 完到时候 我在想想办法 别打三哥 我就接个车 开两天 说行三哥 那都没问题 小事 哎呀 敏利啊 要我说啥呢 我跟你说 这红海 这人能处 这人才扛处呢 没看出来吗 这有事 我跟你说 真不投你啊 就那 三哥 谢谢你们啊 你用不用车 你要用车啥 不用我把我车 我给你开过来 三哥 三哥 公司还有别的车 你忘了说上回 你那家美不还搁这儿呢吗 我开那开的也挺好的 对 你要用车啥 这头啊 这个你就吱声 咱咱家车有的是 完了 说不啥 我就先开车吧 行行行 三哥 我那啥呢 我把钥匙 我给你拿过去 行 来敏利接一下 敏利把车钥匙拿过来 那行了 红海啊 完了就这两天吧 等那个 我的朋友办完事以后 车给你送过来 然后咱们找个地方 吃点喝点 哎哎 妥了三哥 你留步啊 自己家这送啥 也不是三哥 我送你不用不用不用 啊 完了该忙忙的事 是不是 把我先走了 领着他这帮兄弟出来 这一出来了以后 就往这老他妈那家常上面一坐 确实要个 那个年代 这老他妈林肯家常 不是说他妈这 多贵 但是这个车哥 他手借 挺带劲 挺带派 这乌门 开出来 这一开出来以后呢 这头呢 人家该干啥就干啥 这一会儿 可就不是过去两天三天的事了 都得他妈十多天了 这个车呢 迟迟啊 也没给整回来 这尹红孩儿 可这个办公室 他就犯蛮了 因为这车不是他的 这还没给我送过来呀 他这个秘书也说了 说你看那个 说那个尹老板 如果说 要是说 这头 你要是说 感觉哈 你不行 你打个电话查的呗 你问问呗 说我问问好吗 你说 这个车 他主要是说 这可不是两天三天了 这一会儿都开十天八大月了 说咱问一嘴 这也没毛病 是吧 说咱对那个 那三哥咱也不差呀 说你不行 你问一嘴呢 行 我打个电话问 就这么的尹红孩儿 把这个电话呢 就打给自老三了 自老三也真急 说那个三哥吧 哎我 红孩儿 红孩儿 怎么的 三哥呀 那个 是怎么个事呢 说你看这个 我那个家常的林肯 你不给开走了吗 说这头 你哥们办事 说你看你给撞脸去了吗 这这这一好像都 半个多月了 完了 那车忘了你说 哥 他还真不是我的 所以说人家给我打电话的 这我问我是实在是没值的 他要是不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能给你打电话 三哥你看这头 你用没用完呢 这个事 我操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那车他妈呀 别让你开走了 你这么的 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哎那好三哥 哎哎哎哎 这个一会儿 又过去好几天了 压根就没给回电话啊 说他们又过去好几天了 你这啥玩意这是啊 这想来想去 说他妈别打电话 我去一趟了 我去一趟了 他就当时啊 来到资老三总住的这个酒店了 这一到这个楼下以后 他也知道资老三哥哪个房间 当时你服务员也问了 说你看你找谁啊 说我找下那三哥 说三哥搁这呢 三哥搁这呢 哎说那行 那忙你们的 他当当当的敲门 敏利把门打开来 哎说兄弟 哎呀啊 哈哥过来了 哎兄弟 说三哥搁这呢 说搁这呢 来来 进来吧 哎 三哥啊 红哈过来了 哎 说三哥过来了 啊 来有事啊 说那啥呢 三哥 那那车你看你用完没 哎呀 那天我出 我给你回电话了 是不是啊 是吧 我是一直等啊 可能三哥也是忙 你是不是忘了 三哥 可不咋我给忘了 那个敏利啊 那车呢 啊 说那啥三哥 那车那什么 这没给拿回来呢 这头打电话来 就你看啊 你在吹吹整个事 是不是 这都问了 你这他妈 这还得了啊 你他妈的 咱借的车 也不咱自己的车 赶紧问吧 哎 那行 你咱们换换换 你坐一会 我要敏利给你问一问 哎哎 行行行三哥 敏利就出去了 出去了没有两分钟 回来了 三哥呀 说这头那个 这车一时半会 还不回来一来 怎么个意思 说那个 他们呢 开去新疆了 开哪去了 说开新疆了 那怎么能给人开新疆呢 说我也不知道 我这头三哥 那之前你们是咋说的呀 你这他妈不扯王骂族的呢 这不吗 啊 你这是让我他妈的 这是他妈做辣的吗 这不是吗 这让我做不做人了 啊 你这他妈啥玩意 你说 哎呀妈呀 这个这个 这红孩 这这哎呀 你说 那你咋两个没着啊 你去等一等了 妈 等他开回来了 不是 说三哥给给给给 开到新疆去了 你说你这他妈的 你这 你说这帮人办事啊 你真的啊 你回来 我告诉你要回来 一个名利啊 我跟你说 就这会儿人 这往后就不能处了 什么他妈骂的 这是 那啥 你要是着急用车吧 你把我车开走吧 我 说三哥 我倒不是说 招不着一用车 那车吧 他主要是咋的 他他不是我的 三哥 他说是我的吧 这咋都行 你说 这这这三哥 你看这啥时候能给开回来 你那么的 你别着急啊 我估计也就这几天了 开回去给你送过去啊 那行 你就不用来了 你也不用问了 开回来 完事之后 这条你三哥 我还能擦你事啊 完之后呢 你先回去吧 行 行 三哥 那我先回去 这部门 回来 这一回来了以后 一天两天 三天五天的日子 一天一天这么过 人家是该怎么的 就怎么的 而且 我就告诉你哥 这个车在益村 他还出现了 而且还让尹洪海知道了 这尹洪海就以为 这车开回来了呢 这吴梦就给 四老三打电话了 说你看三哥 那车是不回来了 没回来呢 说不能啊三哥 说你看 这头 我看着那车呢 扯他妈妈犊子 那回来这头 我还能骗你啊 你拿给三哥 当什么人呢 不是说三哥呢 你看你不行 你问问呢 他是不是回来 没给你还过去啊 行了 我问吧 电话这一料 人家这头 从来不再是 给你回信的 他这一瞅 这也没给回信 第二天又来了 往这屋这么一进 你看三哥 这咋问的呀 不你啥意思呀 洪海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这车他妈回来 就给你送回去 我问了 那车没回来 说三哥 这我不可能看错呀 那那那我的车 我还能看错吗 这车 我我我前儿 我确实是葛一村 看着了 明莉王跟前儿 来撬礼吧 哎 明莉啊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三哥能骗你啊 啊 你什么急不好车 三哥能不给你啊 这头他妈都跟你说 多少回了 这车他妈再开到新疆去了呢 这开会儿 就给你送回来了 你哪那些笔话呀 操 明莉王 你过分了啊 妈的三哥 搁这儿 你怎么跟洪海说话呢 洪海你跟他一样呢 吹 吹 你说话就有点意啊 操 就给明莉眼撵出去了 洪海啊 洪海 哎 说三哥 说那个你肯定是看差的啊 说他妈 那这头把这车开 为了三哥 你怎么回去了 能不能怎么回去了吗 是不是 你就别总来了啊 说你看你来了 好像说咋回事似的 你说这帮弟兄看见 好像说你三哥 他妈的 这头擦几个车 妈 把你接个车 不还你似的 把身在缘嘛 把身在缘啊 完了之后那个 回去我就给你转回去啊 说行三哥 那啥 说什么 往往来等等啊 行了 妈 你先回去吧 他这一出来 自己心里头有多明镜呢 这车他是不想给的 你不想给不行 这车他妈不是我的呀 那傻逼呵呵这么等 他也不是个事 他也犯愁了 这车是谁的呢 是极港集团 这个老大 桑月村的 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直播间 有没有啊 这个 藏村人 大伙呢 应该知道 桑月村呢 有一台这个 家长人才 他跟这个 尹洪海的关系 非常的不错 尹洪海 为什么开他的车呢 因为那个年代 包括这个年代 人都要做个比 因为你出来做买卖来得 你的座驾得够用 人家得看你的座驾 才选择跟你 如何进行下一步 对吧 那个年代格 更是如此 所以说他开的是谁呢 开的是当时这个 极港集团 桑月村的车 他俩关系好 这桑月村始终也没给他打电话 要这个车 这赶上他妈那 这么一天 人家这个 桑月村就给他打电话了 这一打电话以后 他就接了 喂 洪海啊 月村啊 月村 说咋样呢 那边啊 说你的房子 现在卖到什么程度了 说那个 涨的现在还行 但是说 没预想的那么好 那你是不是宣传 没多多位啊 说现在正宣传呢 马上宣传呢 说那个 怎么的了 说那啥 那个 月村啊 那个车 我还得 开一段时间啊 你开吧 没事 我这家子有车 你开吧 没事没事 我没啥事 我给你打电话 问你干啥呢 行 我那啥呗 有时间过来呗 行啊 我不忙着我过去 你哪天回来啊 说有时间我就回去 这段时间 这吴马 说这个 这网图啊 这个卖这个楼也费劲 这吴马 这头也想方案呢 大家伙呢 隔一期研究策划 网图这个销售呢 这也一时半会儿 没时间 等他啥呢 有时间呢 我第一时间我就回去 行行行 你开着吧 我不找一种车 那好了好 你广这么骗不行啊 你广这么骗不好使啊 说他妈 咋整啊你说 这是就是明行的 就是说 这就是不给我了 这就啊 你这就不给我 这玩意你不行了 你说呀 给买的烟 买的酒 找到了 自老三 自老三 这哑 这红孩 这是干啥呀 说那三哥 我有啥说啥 我一点不撒谎 说这车 那是我一个哥们 说你看这头 说三哥 你看 这车 你不行 你让我开回去吧 自老三 那一手 说你啥意 这车没回来呢 不怎么我说话 你听不懂啊 啊红孩 你要我跟你几眼呢 三哥呀 说你看 我有啥说啥 三哥 我对你吧 你说 啥样你也知道 是吧 说你看你到我那儿子 你说你这车 卖给我 我那犹豫都没犹豫 三哥 对吧 你说借车 三哥 我也没说别的 这车真不是我的 是我的三哥 我真的我都不来了 是我一个哥们的 借我呢 说过来给我撑脸的 说你看这车 这一会儿 这么长时间了 再一个三哥 我说句良心课 这车它就搁 这个一村的 四老三 瞅瞅当时 敏力 敏力往前一来 啪 就一大嘴巴 哎呦 哎 说撬里巴 你啥意思啊 啊 不咱们的啊 不你啥意思啊 三哥咋不咋 管你接个车 你啥意思啊 说怎么的 你那意思三哥 怎么那车 回来不给你了啊 啊 不你身上意思吗 说你看那个 三哥那个那个 那个你听我说 你说个鸡巴 啪啪就一张大嘴巴的 说撬里巴的啊 你就听好了 这车呢没回来 回来呢 就他妈给你 听不听见 你逼此两脸的你 四老三说 哎 敏力啊 过分了啊 说他妈的 我这不说你 你真是啊 说这红孩吗 自己人他妈的 进去瞎扯呢 那个红孩啊 说你病人他一样呢 啊 说三哥你看这头啊 红孩啊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啊 这头没回来 回来我他妈能不给你吗 这这别再来了 是不是 你再来的 咱们哥们这些 往后没法处了 我把话筋腾给你撂这啊 车回来我进去送去 如果说你再敢来 那下回我就不能让你 这么走了啊 就说我让你走 这帮兄弟都不能让 还听不明白吧 行 可行 我知道了 这头呢 鼻子嘴也给他妈打仓写了 这不就出来了吗 擦吧擦吧 回到自己公司了 隔着嘎抽两根烟 憋下去 然后就憋下去 说他妈的 这这不就英雄人呢吗 这不是吗 可行 那个 那个 10吗 哎 我姓 我就叶洪海 哎 我是这个 洪海开发有限公司的 这个老爸 我拨 啊 说那个 我我我我 我这个 我这个车呢 要是那个 给抢走了 啊 就不给我了 哎 对 好 说你们过来一趟吧 这不呢 东厂就来着 东厂一来说 那个 你报的案子 对我报的案 啊 你像引叫 李洪海 说的是我 是你什么车丢了 说这头 不是说丢了 这是说白了 就是抢我车 不给我了 一开始呢 说是借 但是现在这个车呢 就我这个一村呢 我去要就不给我 而且我这 去了几趟 这趟路可能是多了 这今儿可能就给我打了 说你啥车呀 说那个 那个那林肯 家常 啊 谁 管你借的车呀 啊 这头 咋个事啊 说那个 资老三 资老三 资庆我啊 说应该就是他 他是接还是抢啊 他一开始是接 现在说白了 他 他就是抢 这车就搁一村 我就要他就不给我了 啊 这么个事 你这个资庆我 这是 啊 这是 这是 有点过分的 是不是 啊 行 那你这么的这事 咱给你记录一下 完成之后啊 你等信吧 哎 谢谢你们啊 东厂就回来了 东厂这一上车 电话就给资老三打了 现在 那玩意神奇呢 啊 喂 说那个三哥呀 喂 冯 啊 冯啊 咱们的呢 三哥呀 说刚才 咱们接到报案了 啊 说姓姓叫野红海 说咱们的 他有一台 家常人肯呢 说跟你那块呢 这条人家 报案说你抢他车 啥出事啊 我这刚出来啊 三哥你看怎么扔啊 这是啊 我他妈是接 怎么能是抢呢 你这他妈不冤枉我呢 你们不用管呢 妈 事我知道咱俩的 啊 忙你们的吧 那行三哥知道了啊 嘎巴就挂了 操他妈 真的一个 你谁也争不了 真生性 这屋吗 自漏三电话一溜完以后 就告诉当时这个 敏利 以及这个 张文龙 包括当时这个 赵云冈的 说俏里巴 这必要报案了 啥意思啊 三哥 说咱们抢他车 三哥他是不是疯了 我看他在那疯了 你这么的呢 去他啊 因为他知道知道 咋回事 我看他这个楼 他就不想往头卖了 啊 给他个教训 我躲了三哥 就这样 二十来个 不处之客瞬间就来到他的这个公司了 大搞霸 哥就遭到老玻璃上嗡嗡的 给这帮员工下赖了 很快 这老什么张云龙 待人就已经来到他办公室了 当时隐喉喊就懵逼了 说俏里巴 那三哥我你借车 你敢他妈包案 那三哥抢你车 你是真左死的 我俏里巴的 不是哥们 哥们 哥们 操你吧 操 操你吧 操你吧 这大搞霸给他门的 乒乓的 就给当时这个隐红伙 就给轮倒了 给他给我撬 给办公室全给擦了 撬我里巴的 有些话 该怎么说 有些话 你他妈不该说的 你谁他妈瞎说 你他妈足挨揍的你 我看你这楼 你这不想往处卖的 三哥告诉你了 这头 我第三个传个话 说你妈的 你把你那个嘴给我闭眼似了 你要是再敢扯 他妈别的 这头你看 你这楼是说 葛基伯一村 再能卖出去一个 这都算咱们这话白说了 撬里巴的 真给你脸 撬 撬 胖 这小狗吧给他轮的 可给他们轮来 这帮人就走了 这一走完了以后 这不就回来 跟当时资老三就说了吗 他三哥呀 那公司给他砸了 那个比仰的 咱给他撩话了 他自己也该知道 咋个事的 这没招了 自己家的这帮人啊 就把当时这个 尹洪海 整到医院去了 该包扎包扎 该怎么这什么地 这售楼处就给砸了 当时 有他们这个不少人啊 来这个啊 都看房子 这一瞅说 这基本售楼处 这是咋的了 这是门 咋的破骨死了 你看 说他们好像是得罪人了 是吗 说得罪谁了 说那咱可不知道 这地方这房子 咱不敢买呀 这还得了啊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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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不到 说急不到这楼在烂尾了 说完事 再整出点别的事了 赶紧赶紧赶紧 咱可不能够这买 这不少来看房子 都几乎不敢看全楼了 这来到晚间了 这尹洪海 他也明白咋个事 说这他妈的 还用说吗 黑白两道 人家子老三 搁这个一村呢 都是这个 咱他妈的 整不起人家 完了 说怎么办呢 搁这个啊 一宿没睡觉 来到第二天了 他想来想去 把电话打给这个 桑维村了 他就得跟这个 桑维村实话实说了 这钱 多少 我给你就完了 何必说 你看你这个 家常灵产 咱俩的嘛 不是外人 你们做个价吧 我给你就完了 我认了 这胡妈 来到第二天以后 电话就给这个 桑维村打过去了 桑维村嘎巴着一接 喂 哎 说那个 月村吧 啊 说这个 怎么的呢 说你看 我有个事跟你说 啊 你说吧 说那个 你那车 你看值多少钱 完了这头 你说句话 完了你就做给我多少钱得了 到时候我就 给你拿过多少钱 什么意思 这车我也不卖呀 你开着去呗 啊 这车吧 就就就 别说了 说到底咋的了 说你就别问了 说你就就说吧 这车多少钱吧 完到时候 我就给你多少钱得了 啊 我怎么 我这外人啊 啊 胡孩啊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说这事儿嘛 一句两句 我真还说不清楚 这这这 哎呀我的天哪 说这这这这 这一村的 真的挺挺雄人的 说这房子我卖完以后 我真的我不得这地方赖了 这啥玩意这是 到底咋好事啊 你赶紧说 怎么着 你跟我去磨磨唧唧的 那个 你看我跟你说的 好事啊 他就把这件事 跟桑月村就给学了 桑月村这一听说 那能行吗 说你这不遇到 他们社会人了吗 这不搁这干他吗 就纯般雄你的吗 他说不给就不给了 真的咱惹不起人家 你这你这一点招都没有 我这 这我报完当场了 随后 他们就上来 把我公司都给我砸了 跟办公室里给我一顿打 人当时就告诉我了 说你再有什么的 一次 腿都给我掰折 不该说的话 再敢他妈说一句 这头腿都给我打烂 而且就告诉我了 说我这楼 一个也别往头卖了 说你这么呢 你跟我信吧 不是 说那个月村啊 你就说这车多少钱吗 这头完我就 得谢 我给你就完了 行了 你就别管了 明儿子有人去找你去 这事啊 我交给他了 不是你看 你看我不用啊 说这头我就抓紧把这房子整出去得了 说这头整不明白的情况下 这房子我都卖不出去了 我就完了 不管这钱全没在里头呢 你就别管了 啊 说这件事不可能这么地 好嘞 电话就挂了 这电话一挂完以后 这桑月村跟谁好呢 他跟赵三好 这个长春人呢肯定知道啊 赵三呢 拜人家桑月村的码头 啊 因为三哥那人聪明伶俐啊 就教这些有能力的人 他跟桑月村关系非常亲密 而且呢 这一见面可亲了 妈 村哥村哥就这样 三位村的就把电话打给赵三的 三哥那个这个 举的上 嘎巴这一接 喂 哎 说老三吧 你村哥 哎 村哥 忙活啥呢 说我没事 这头啊 你看我这个左眼的一直跳 我就感觉你能够打电话 说你他妈竟能给我扯毒的 那什么那个 你不忙 你来几港集团呢 那随时啊 说村哥呀 啊 这有有有事是不是 有事 三必须 你过来吧 啊 这有点事 哎呀那妥了 村哥 我这我就过去啊 哎哎 好嘞好嘞好嘞 嗯嗯嗯嗯嗯 电话嘎巴就挂了 这一挂完电话以后 这三哥这不就来呢 往几港集团 也就是三月村这个办公室 哎 这么一进 哎 村哥 村哥过来了 过来了 说你让我来 那我就说那么有多大的事 这会我都得过来呀 刚才我那个阿嫂有几个人 妈 跟我谈点事 我说谈不了了 我村哥喊我 哈哈哈哈 说你坐那吧 村 啊 说咱们的 这个村哥 有这么个事 说你看 我麻烦麻烦你 那怎么能够麻烦呢 那咱哥俩之间就是吩咐呗 你就吩咐三就办 是不是 说你咋事啊 三啊 我有一个这个同学 姓尹叫尹洪海 啊啊啊 尹洪海 说咱们的呢 村哥 给这个黑龙江一村呢 搞开发的 啊啊啊 给这个一村呢 让一个叫自老三的 给欺负了 而且这个自老三呢 把这个 我那个家常领肯 给他妈的 给熊巴走了 一开始说是借 但是这一借 就不还了 我这哥们呢 找他了 这头把我哥们给打了 而且我这哥们 也到东厂了 东厂跟他们一伙了 这胡妈把我哥们 公司给砸了 这头呢 把人给打到医院去了 我这哥们就害怕了 人家说啥呢 说你看这头 我这车值多少钱 要给我作价 我这一听这事 我不能干呢 啊 孙儿啊 说你看这个事 有这事 说那孙儿哥 那咱说白了 那不就是说 这不熊咱们呢 说的不就是吗 社会上的事呢 孙儿啊 那你肯定比我懂 对不对 你看我这种身份呢 我不变 但是这件事呢 孙儿哥我想交给你 你看这事 行不行啊 能不能帮忙呢 给解决解决 孙儿哥呀 你啥别漏了 哎 人家在搁哪呢 是搁藏村呢 还是说搁医村 搁医村呢 搁医院呢 那妥呢 孙儿哥呀 你三兄弟 这件事 我答应了 你就办了就完了呗 那自己家的事 三啊 到那个阿通呢 往好了吧 是不是 净可量呢 说能不起冲突 那就不起冲突 对不对 哎呀 村儿哥呀 你就交给我 就是起冲突了 别看他是一村 你三兄弟我 也能给他整的 明明买买的 一村多大个地方啊 我就可以跟你这么说 搅面水 那就得说是平堂 三啊 完了这些话呢 咱就是后话了 是吧 这个事呢 你先给办了 啊 行 你放心吧 我打百分之一百二的票 啥事没挑 这次我给你办晾汤呢 你还行吗 村儿哥 那我就 谢谢你呗 村儿哥呀 咱俩之间 你就分付就完了 你要是整谢 那就外道了 啊 三爷先回去了 明明天呢 我就去趟一村 我领我手底下 那个红五他们 黄墙来 黄亮来 啊 包括我那小舅子 不也个家呢 我现在一直躲着呢 啊 我看看一村 谁整个事 我擦他 还敢 怎么再说 把咱车 接走了 不还了 那胆得多大 那胆啊 啊 这我操红铃 我就看不关这事呢 我就啊 啊 来了 我就去看看 怎么回事 来 我翘他个里挖的 这是疯了 这是 行了 三 事办完了以后 村儿哥呢 难排你 哎呀 啥子都别闹了 啊 这不吧 三哥回来 三哥这一回来以后 他在三位村面前呢 急于表现 这一股的 如果说贤哥出来了 这功劳都是贤哥的 跟他就没有 急忙关系了 在一个 赵三也不知道啊 说这伙人是干啥的呀 而且他现在小舅子 也可家呢 只是说不方便 出来躲着呢 我三哥手底 这方面也挺猛 只是说没有开发出来 回到局的上以后 金丝边的小眼镜 往办公室 这么一坐 一二一点着呢 黄强啊 哎 三哥 那个 明儿子跟我上趟一村啊 啊 说啥呀 上哪儿 一村 说三哥上一村 这是有啥事啊 我明天好像有事呢 你有啥事啊 现在订不下来 别他妈放屁 必须跟我去啊 那个 谁呀 极港集团 这个 村哥 找到我了 他哥们 葛一村那边有点事 找到我了 咱们必须得给搬点摊 到时候小志也跟去 小志也去啊 那怎么的 把红武他们都喊进来 来 三哥有几句话要说 哎 行三哥 这时候把红武他们 全也喊进来 那个 跟几个啊 明天呢 咱们呢 出去办点事 上一村 小志到时候 那个也去 完了到时候呢 我把呀 葛一样也喊着 咱们呢 帮这个 岳村大哥 马上这个 一村 办个事 有个哥们吧 哥那刚刚 都要人 他妈的 给熊吧了 找到我了 你三哥 我的挺身处 岳村大哥 咋个事 不用我多说吧 啊 这头 咱不能说 他妈的 要月头乱子 叫咱这伙人 什么啥也不是 明天说这个事 咱就得办 他妈的亮堂堂堂 说行三哥 那那那 咱们听你的 行了 完了之后 你们都准备准备 明上一早上就出发 我给小志打个电话 还说行三哥 大伙就出来了 他那 他一村呢 能行吗 能不能行 他妈不得去吗 好在小志在好 他不说给一二哥 也打电话吗 嗯 说有他俩再 还好点 小他妈 这这这 长到一村去了 这这这这 我这有点胆突的 你胆突你不得去吗 是 我也没说别的 小志啊 你姐夫 啊 姐夫 那个 你明天早上 你上我这来一趟啊 跟我上一村办点事啊 咋事啊 你就别问了啊 这头呢 你过去一趟 嗯 我知道 龟样吧 啊 三哥 那什么 那个明天早上 完了那个 你上我这来一趟啊 跟我上那个黑龙江一村 去办点事去 哎 对 嗯嗯嗯嗯 你带几个银 嗯 哎哎哎 哎 好了好了 嗯嗯嗯嗯嗯 我挂了 电话就挂了 这电话这一挂完以后 这不很快就来到第二天了吗 三个月村呢 也跟尹洪海就说了 说你就往那冤等着 我把你电话给我哥们呢 他们明天就往你那走 到了就会联系你 说你看月村老啊 这事儿会整不明白 这我这楼就别往不迈 你就听我得了 他只能整明白啊 那行 啊 那行 就这样 来到第二天了 三哥手底下十多个人 再加上当时奎二他们 能有个二十四五号油吧 那这不吗 当时啊 四五台车 就跟这个局的门口集合了 奎二呢 也问说三哥咋子了 就上车说吧 找 往一村走 三哥 那大派头的确实挺硬 领二十多号人啊 说句良心车哥 就好像领着千军万马一样 咱喊 你出发 小车 叭叭叭叭的 就奔往一村了 那藏村到他妈一村 得他妈六七个小时呢 真轮来的 下午到的 得有他妈三天来着了 这不吗 到这个阿兔以后呢 找了个地方 简单的吃口饭 吃完饭的时候呢 四天来着 就把电话 打给这个叶红海的 给叶红海呢 就说了 说你看 我是那个桑月村的兄弟 啊 桑月村呢 是我哥 说你看这个 你搁哪个医院的啊 啊 那啥 那个 哪个医院 你过来吧 行行 你等着我车就过去 就这样 大家伙呢 就来到了这个 三哥那包括当时 这个奎二 以及啊 这个 小智 他们几个下的车 其他的人呢 都在这个车里等着呢 龙共能下来四五个人 黄桥也跟着 红五三级的 这不就上来了吗 这不之前也打过电话 也知道跟哪屋 就进来了 所以说这野红海 跟三哥不认识 但是你看 往屋里这么一进 说那个 谁是野红海 野红海 这屋有几个人 给他照顾他 他在病床上 他就起来了 他说我就是 哎 你好啊 我姓赵 我叫赵红林 啊 哎 说你好 岳村哥呢 让我过来了 说你看看 这具体到底是 怎么个事啊 怎么意思 说那你看这个 我也不知道咱俩 这个谁大 你肯定是比我大 嘛 怎么称呼都行 说那你看 他这么的 说红林呢 我把这事呢 我给你学一下 说这伙人呢 不一般 哎 那些事就不用提 这头既然说我来了 是吧 啥事都不带有的 怎么个意思来 我听听 当时这小子 就把这个事 给学了 硬卖给你一台 丰田家买 说五十万 那这个家堂临腾 是借过去的 完事之后就不还了 对呀 说我这去了 这时候给我打了 他总搁哪呆的呀 说他总搁一个 这个酒店呆的 跟他那帮兄弟 行 那酒店叫啥名呢 说你告诉我吧 完之后呢 我过去他 说你看 就是说多多少少的 说得 得那个住点义 说因为啥的 因为他们 在这个当地 说挺着啥的 行 说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交给我就完了 那行 红莲 完了之后 你就住点义吧 行 那我们就走了 这二十来号人 该咋是咋的 三哥领 他们就下楼了 这一下楼以后 这骨骂就奔 这个酒店就来了 这一到这个酒店 当时把车巴巴巴的一停 三哥领他们就进来了 这酒店那一瞅 人家有这个 服务人员呢 哎 说咱们这是住店呢 说我们这个不住店 找人 说找谁呀 说找这个 资老三 啊 你就说咱们是藏村过来的 找他呢 谈点事 啊 行行行行 妈 哎 那好 那个 你搜的 我上去一下 这头这个服务员就撂上来了 这一撂上来 一瞅 他妈二十来号人呢 当当的一敲门 回来进来 往屋里这一来 说那个三哥 说和你说个事 资老三一听说怎么的呢 说三哥 说楼下来了二十多号人 说藏村过来的 说找你谈点事 那这个时候 敏丽就给怀里头 就把这个加四塔 就掏出来了 二十来号人 这帮兄弟这一听 弓弓弓弓弓弓 到床底下 把家伙这巴巴巴 全蹬出来的 说这么得来 你要上来吧 哎 说行三哥 那么迟到了 就这样 这小服务员就下去了 这敏丽一瞅着哥 他妈的 咱不得不防备 给老五打电话 五哥 你带点儿过来 带家伙事 三大哥这 看三哥这 说他们有一会儿 唐村的来找三哥来了 这头正往上来呢 好嘞 你快点 敏丽他们几个 就把这个家伙事 全藏在怀里头来 这不吗 三哥他们几个 冰棒的 这服务员也说出去 这不 当当当的一瞅 三哥呀 人家到了 敏丽把门就打开了 门嘎巴的一打开 敏丽一瞅 说这个 你们是干嘛的 三哥瞅着敏丽 说那个 咱们呢 找一下这个 资老三 找我们三哥 啥事啊 说找你们三哥呢 谈点事 方不方便进去 资老三当时 葛基伯这个礼物呢 人家这帮兄弟都葛这呢 让他进来 这一头 你直接就说 让他进来 三哥往前面 这么一走 人家都没把 他妈的 三哥身手 给帮人给控制住 都让你们进来了 直接就都让他们进来了 三哥往里面 这一来 这头敏丽他们几个 就把家伙 从怀里掏出来了 撬里发来 别动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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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给三哥 这会就给支撑上了 三哥这一瞅着 这啥意思啊 敏丽往跟前一来 撬里发来 都别动来 小智葛这个丫头伸手 也偷家伙事 别动来 别动 三哥瞅瞅 说谁是那个 赵老三 赵老三 瞅了三哥 说我是 说你们这干啥子 找我呀 来他们这些人 三哥 带家伙事了 就当时 葛他们怀里 把这个家伙事 给抽出来了 说三哥 他们带家伙事了 自老三一瞅 带家伙事 找我谈事 谈啥事啊 说你他妈谁呀 三哥这一看 说那啥那个 哥们啊 我呢 姓赵 我叫赵红林 大伙呢 跟我叫三哥 咱俩呢 也可以说是 横三 是吧 我呢 藏存过来的 我今天来呢 有个事 也希望呢 说咱们彼此呢 给彼此一个面子 咱们也都是说 社会上玩的 我赵红林呢 可藏存 咱们咋事呢 说哥们 你可以打上大厅 自老三 王启一来 说你咱们的来 别他们废话 鸟哥啊 抓紧出来 三哥这一瞅 是这样的啊 说哥们 那个 尹红海 你知道吧 自老三的脑袋 一钻明白了 说尹红海 我知道 那咱们的 说你看 尹红海呢 有台车 林肯家常 让你呢 给借来的 有着事吧 对 有着事 说这车呢 尹红海 早你要过好几回 你把尹红海给打了 人呢 现在还在医院呢 咱今天来呢 不说你打不打尹红海 咱今天来呢 就车来了 三哥还给他做硬的啊 面目表情 各方面长得挺像社会人啊 就自老三个人都寻的了 他差什么就二十来个人 来什么这一村了 这帮小子 子定不一般的啊 自老三 瞅瞅三哥 来要车来了 对 来要车来了 哥们 车咱今天开走了 往后咱交个朋友 交个弟兄 到长春了 有啥事呢 你直播一声 你看咱咋做就完了 放眼整个长春 你打听打听 我到方点 啊 今天我把车开走了 咱们之间 啥事没有 咱当哥们处 咱今天 这车如果说 我要是开不走 别看说搁你们一村 咱既然说敢来 咱就防没 啊 你的意思 我这个车 如果说今天 要是让你开不走的情况下 今天我自老三 你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呗 哥们 颜不颜色的咱不熟啊 我敢领二十来个人来到你们一村 那你动动脑呢 对吧 你自老三个一村咋回事 我到方点打得是清清楚楚的 没有金刚钻 我不敢揽着瓷器活 没有这两下子 我也不敢带二十来个人来你这五 哎呀 我三哥老硬了 就在这个时候 自老三还没等说话呢 自老五领人胡辣就行了 干净就唱 谁呀 谁找三哥 别动了 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 巴巴的 直接呀就给围上了 这顿围 可以说围的是板板正正 立立所措啊 三哥害个这搞的 故作震惊了 老五往前一来 三哥 怎么回事啊 自老三瞅瞅老五 是他妈藏村过来的 早五啊 早五要车来的 那一只车要是不给 那今天给我点颜色看看 自老五瞅瞅 你早五三哥要车呀 对 车呢 让咱开走 啥事都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 我赵红林没有这两下子 我不可能带二十来个人 可这儿不出现 既然说来了 那今天这车就要开走 开走了 咱能是朋友 开不走 那咱们就身上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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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这手掺 你妈别动我 你妈别动了 别动 给小智他们几个乒乓 全给吃这儿的 给他三个巴巴 两大嘴巴的 自老五可这嘎 自老三你看 是老子姐最猛的吧 自老五可不管那鼻事啊 他不管那鼻事 这老三可这嘎还行呢 说这二十来个人 他妈的啊 挺硬实 还可这嘎模棱两可呢 自老五就上手了 两大鼻巴 就给我三个乖那嘎他了 他撬里边的 你跑这嘎来 给我三哥装毒的来了 干老子姐装毒的来了 我撬里边的 刀子拿来 给我刀 这头兄们旁边 递过来一个卡簧 直接就蹬开了 撬里边我砸死你 不是 哎兄弟 哎兄弟兄弟兄弟 兄弟兄弟兄弟 哎兄弟兄弟 哎 别别别 兄弟 这有事出事 兄弟 哎哎 自老五可这嘎头 撬里边 怎么害怕了 啊 你可逼两下 刚才你说话不挺硬的吗 不是 哥们你听我说啊 小智哥这嘎 解放 别急把腹软 我还能咋的 有种整死我 撬里边 撬里边 光光几下了 给我去就撂那了 这头他妈当时人家这个 刘奎雅 那也绝对是爷们啊 说撬里边 别动三哥来 有种动我 你妈 还多你 撬 撬里边 给奎雅也 他妈冷的嘎上来 三哥哥来 别打 哎哎 哎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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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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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兄弟你看 嘎呀 有事说事呗 是不是 他这一个反转 给他们当时 自老三给撞懵逼了 说这个比奖的 就个心里心脏 这比奖的刚才挺横的 啊 什么活这是 自老夫哥这是 我撬里边的 跑他妈一村来 装毒的来了 啊 你跟我三哥比比划滑的 你来要车来了 要不要了 不是 这头吧 我是啥说 那哥们啊 咱有啥说啥 我是受人之徒啊 我来吧 就是问问 哎 我我我我我我问问 我没有我我没有别别的意思 给呢 你就就给 不给呢 就对不对 咱也没有别的说 是吧 说在这头 你看人家找到咱们来 咱们说 不来给问一声吧 说不好的 所以你看兄弟 别生气哥们 啊 别别别生气 别往心里去 啊往后 反正有啥事 到长春啥的 我问你们吃个事 是不是 就这么点事 给就给 不给就拉倒 是不是 我那啥 那我先领人 我就回去了啊 这头四老三一瞅 你回去 你往哪回 我敲里巴 还你回去 给我走 这头四老五一回手 敲里巴的 一人别走 打 这家乒乓的 给三哥谈几个 就搁这嘎子 就是框框 一框框框 就给一顿顿 人家一顿这帮人 哥他声音啊 这家给打的 可给打赖了 家伙事也得色没了 全人他们给卸下了 这打完了以后 自老他们跟前一来 说我敲里巴的 我心里多大个人物 你牛逼闪电的 你狗懒的不是 你跑这个哈 你跟我来装毒的 来了 你跟我要车来了 哥们 哥们可别打了 哥们 哥们 可别的 可别的 说那啥 我就是来问一问 是不是 你说你看 咱们之间都没必要动手的 反正 给要给多 不给就拉倒 对不对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也别为难他们 是不是 说那啥 那哥们得罪了 得罪了 说以后再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 还不行吗 不来了 说这车乐器 谁要谁要 跟咱们就没关系了 这头找到咱们了 说那啥 那给个机会 一家咱们 人领回家 是不是 我说那什么 对不起啊 错了 就搁这嘎头啊 又他妈 又他妈的座衣的 又他妈鞠躬的 搁这嘎 又扇自己嘴巴子的 就想 给当时老资家这歌 也都整蒙的 说这是什么 个逼活色呀 说小子他妈的 挺是那个事似的 你这啥玩成这事啊 啊 俏里边记住了啊 这一村那不是 你该来的地方 你听不懂 你听明白 听明白 说这这这这头吧 这确实 这个不应该的事 你知道我 我没成想吧 说说说说 说那啥 那个 这是这么个事啊 我现在我来 我说一声 能给呢 这玩意就给 就不给 就拉倒 那啥呢 这哥们 别别别别 别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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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知道错了 你放心吧 这头我回去 我就告诉一声 车就不急吧 给他了 给他啥呀 给他 就不给他了 完了那啥 我就回去了 记住我 再也不行来了 再敢来一尾 翘里巴 腿给你摆车 出来摆车摆车 摆车 给我滚 去 滚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两个小智 包括当时这个 贼啊 亏点气的 小智当时就说了 姐夫 说这么你上车 翘里巴了 我就干下去 你干啥呀 你干哪 家伙事都都都都没了 还还还 还干啥呀 啊 还还还还 还干 你上车拉倒吧 啊 上车来 蹭蹭鸡 三哥呀 说 这也他妈太可真了 刀屋呢 没等咋地呢 就让人给一顿轮 说三哥你这你 这不应该是你办的事啊 我没成想了 我就行 他妈找他聊一聊 唠一唠 谁曾想进户 就给他支撑上来 我都没想到的事 我现在 攒着一块头子 各方面家伙事也带了 对吧 我说 他没想到 他妈的 你说这 黄翔哥这个 三哥 你真的 哎呀 你是聪明一时 糊涂一世 你是真的 什么是他妈聪明一时 糊涂一世 不是 说你聪明一世 你糊涂一时 你这 三哥 你说 哎呀妈 你说这段打 你说挨的 你说是不是 冤呢 行了 走走走 别说了 走走 这个B2呢 上车来 上车 来来 给他抓紧 上车 大火乒乓乓 上车 往车上这么一来 这头 人家刘克强 就问了 这三哥 咱家伙事也没了 哥这呆的 要啥意义呢 那可不咋的 那呆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这头 我给那个 眼红孩 打个电话 哎 说那兄弟啊 那个你这么的啊 这头呢 刚才那时候 那个 我们去了 跟他聊一聊 对面呢 面子呢 没说不给 但也没说给 反正吧 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呢 就是说吧 呃 没办理所呢 呃 我我我我 我得先回去他 完事之后你这样啊 那个 你听我信 是吧 哎呀 完了啥 我先回去 刚把电话就挂了 这头有眼红眼还说呢 说那啥 也说那个红点啊 就是不行 就直拉倒吧 说商量不通就拉倒 是不是 人家不给面子就拉倒 我认了 喂 这头已经挂了 三哥又把电话回给谁了 回给当时的这个 三元村的 也告诉当时这个三元村的 说你看 那个 村哥啊 说那个三 我我来了 来了之后跟他谈了 你他妈的 没给面子 这头 但是你放心啊 村哥 这事是你交给我的 我必须你办明白的 说三啊 不行 我都用关系呢 你就磕身了 啊 啥事没有 你这么的 你放心 我现在回长村 我晚间我就到 这头你放心 我我我走个硬事 啊 我我只得把这份人整明白 你就放心磕了啊 行呢 那好了啊 三我告诉你这事 你给我整地缩了 那可是我同学 你放心吧 村哥 你交给我就完了 啊 哎哎哎哎 好嘞 这不吗 这头呢 三哥他们乒乓的 回来 三哥他们这头 这一回来以后 人家当时这个 自老三 包括自老五他们 这帮人 你就搁这个酒店 人大伙都笑了 说这是啥 鸡皮社会人的 这是个 这是个啥玩意 这是个呀 啊 你说这 这这个 别让他出来 给人摆信来呢 当时呢 这个 谁呢 敏利就说了 说哥呀 说他妈的 这个鼻子是没完 来啊 他还是不老是他呀 还他妈早会人来 早咱们要车来了 对了 大大妈 那跟哪呢来 查一下他来 说说了 就这么的 早三哥呀 就是说瞪眼睛 就把人家谁呢 野红尔就给人坑了 敏利他们就来到医院了 到医院以后 就看见这个野红尔的 说翘里巴的 你是销定不了了 是不是 你最近不想是 仿佛卖楼了 是不是 你还早会人 上三哥 那个又车来了 我翘里巴 你怎么没脸呢 你怎么 收了 就给这个医院 又给他收了一顿 又给他回炉了 这帮人在撤回来 你这咋能够 这一点招都没有了 这三哥 他们就不往长春回呢 门口到长春那时候 三哥把这个电话 就给按了 按不出来了 按给谁的呢 按给贤哥了 喂 兄弟啊 你三哥 三哥 咱们的呢 兄弟啊 说那个 葛江南海岸的吧 葛亮呢 说那个 我往你那走呢 这头 这头吧 我那啥 我有个事 我得跟你说 这事就得你能帮忙 放眼整个长春 这事谁也办不了 就只有你能办 你又咋来了 哎呀你可别问了 咸的 可给你三哥打赖的 这大嘴巴子给我删的 啊 说这前面说吧 行了 好了啊 嘎巴 挂了 这电话一挂完以后 这头 三哥咱们 这也就啊 到江南海岸楼下来 然后三哥就说说 你们都别跟我上来吧 黄翔跟我上来就行 其他人都给我撤了一套 啊 完了之后 黄翔配合一下了啊 三哥我不去不行了 你别什么默契 赶紧就上下来 往后里这么一进 小男了 少兵了 这都个大厅了 哎呀 三哥 三哥 哎哎哎 三哥 咋的了这是 哎呀 别提了 说那你贤哥不搁楼上的吗 说搁楼上的 我找你贤哥干事 啊 那上去吧 他领着黄翔俩 上去吧 那这头呢 这个野红孩呢 可及过这个 手术室里面也推出来了 又给他们缝不得针 给他们野红孩一顿砍 这野红孩就给当时这个 三位村打电话了 说约村 这事我可不容你管了 啊 就你这车就值多少钱 我就我就给你多少钱 不行我就按新车给你钱 你肯拉倒吧 说我说我认了 说咋的了 说你早那会人来没击不灵 反脚这头的妈 自老三三派人 又给我一顿砍 你说肯拉倒吧 再等给我整死了 这三位村这一听都怎么呢 瞧我一步啊 这头三位村把电话打给赵三的 三哥已经进屋了 哎 快嫌 嫌哥这一瞅这三哥 你这 这 怎么 哎呀 干嘛 你别提了 你听 我接个电话啊 喂 赵三啊 怎么办的事啊 野红孩又人给干了 说那啥 那什么村 你等我马上回去回过去 你放心 你这头 你就 你等一会啊 你 那个 嫌 三哥你这咋的了 现在给揍了 谁呀 哎呀 说这妈 可他妈给我打赖的 这这这 别提了 哪的人呢 说这妈 这黑龙江的 黑龙江的 啊 你上黑龙江了 那可我咋的呗 上黑龙江了 哪啊 是黑龙江 那个那个 那一村 因为啥呀 说嫌 你听我给你学啊 这一村这伙人真凶人啊 你三哥 我真的我都看不过眼了 这人家找到我了 你三哥 我不是什么社会人啊 我就是一个他妈的 放局的 我是个老马的 就我 听完这事以后 我肺都气炸了 我啥我都没行呢 嫌 我这场 我就这顿揍 我就完全都可以不矮 我就直接来找你来 不就完了吗 但是你三哥当时 我确实生气呀 我说这事 他妈的 这是人干的事 我不行 我就领他 你就去了 我就找他理论去了 我都敲你们 你们太欺负人了 这这这这 这到那家的 我正想跟他们活光呢 这没成想 他们 有背 给他们给围上了 有背 不是 就是 有防备 给你围上了 那可不咋的 当时我跟你说 嫌你三哥 子柳没给你丢脸 就是说你三哥 不管到哪去 我是代表你 真事 我当时我就说了 说他妈的 就今天 我就把话给你们撂到这儿 这是横刀立马 也好 是麻的 我是也罢 就我骚红铃 可再嘎嘴 我就生死不怕 你们爱谁谁 爱基本咋地咋地 我就问你 今天这事 就这七个 我能不能他们开找 当时我给他们震过来 我说我会 我说实话 后来来个二比一 好像他老弟 也不是谁 杀了巴巴 就给我好几个大嘴巴的 当时你三哥 我这一看 显示不好 咱不能吃着哑巴鬼呀 你三哥 当时我一开始就选择 我想都是硬老弟 但是我还没必要啊 我还这是拉软 哎 拉软是黄强吗 一开始你三哥是不是挺硬 嗯 一开始硬 后期挺软 你看 后期我拉软 拉软 我我我我是这么想的 我自己挨揍的无所谓了 给这帮兄弟连累了 翻不上啊 全一致测 完了 完了之后 这不吗 我说别打了 是不是 哎 我说这这 记不认了 说你说这半天 到底是什么事啊 对我还没给你学呢 贤你听我听我 你听我给你细细的学 叫这么的 这头把这件事 从头至尾的 跟他妈的贤哥学了一遍 这一学完以后 贤哥也算是听明白了 贤哥就问了一句话 说三哥这事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贤 我对天法师 我对地法师 地他我死 天他我死 就你三哥 就是这么跟你说 你还不信吗 啊 而且 我跟你说贤 贤头我前脚出来 后脚他们又把 你当事人给砍了 你说这他妈的 这这这这 这太凶人了 贤哥你看这事 你不能不管啊 啊 所以我也知道 你和黑龙江那边 你这是 你有认识人哪 你有认识人 真事 所以说你看 贤哥我 我不我不 我没招了 你这帮人 他妈挺 摸到 贤哥你 你不能瞅你 三哥吧 啊 而且就这个事吧 还有谁呢 有那个桑月村的关系 说这叫野鸿海的 跟桑月村有关系 桑月村找到我了 我 我这这这这 我这一点招都没有啊 我这一点招都没有啊 啊 闲哪 行 三哥 我打个电话 对边叫什么名 说姓 姓 叫 姓老三 姓老三 一村呢 说一村呢 行 说这个楼下 还有人啊 说那什么 那谁 左红五 他们小智 他们都给楼下 包括那个奎二 他们 让他们都走吧 啊 你个人就行 哎呀 行 行一行 他还有伤啊 妈 我让他们上医院 包我包我去 不行 三哥你也去包一包 我不包 这点小伤 对你三哥来说 这不算什么啊 那什么 那黄奖啊 你去下去吧 给他们整院去吧 啊 整院去 就这样 给他们 给他们整院去了 贤哥哥这嘎的 就想办法了 贤哥哥这嘎 琢磨来琢磨去 就把电话打给谁了 打给了 就云南了 哎呀 就是说 哈尔滨 正火龙的 一把大哥了 就云南摟过去了 云南狂啊 老狂了 啊 谁呀 说那个 云南大 啊 说哥呀 咋的呢 说你看 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你说吧 说这个 一村有个叫 四老三 你认识不 四老三 我知道 自清国吗 说你知道他呀 知道啊 说跟他关系咋样啊 我跟他没啥关系啊 就听说过这人啊 咋的呢 云南大 说你看这事 你能不能帮帮忙 说你看这个 赵三哥呢 找到我了 和这个一村呢 跟他给揍了 而且呢 三哥跟我学了 这件事的整个 这个来龙去脉了 我这一听呢 说这叫 自老三 最小 他妈的 挺不识误嘛 挺他妈 熊人的玩 咋的呢 你给我说着 我听听 贤哥就把这件事呢 给学了 云南那一听 行 说我知道了 云南大 你这么 说把这个车 给要过来就行 然后呢 你跟他说一声 往后呢 就别为难 这个叫野红海的了 这事就成了 行了 你光管 我知道了 明儿我过一趟 那好了 云南我过了 电话那一挂 十三哥 你回去等劲吧 明天呢 云南过去 哎呀 说闲呢 要说还得你 那啥 吃饭呢 饭我就不吃了 啊 你看你那个脑子上 你也整整去吧 行 完了 三个 就谢谢你了 说 这头你出面了 我跟这个桑月翠吧 他也有交代 说这事 就你能办了 就是说你是别人 他根本办不了 那会儿 他妈的 可一寸挺能够到 你知道吗 三哥 我当时也是猛壮的 妈 说那嫌 三哥回去了 说你回去了 三哥 明天等我信 也完了 你跟那三个孙说一声 哎 那行 三哥出来以后 给三个孙打电话 说你跟别孙 说他妈的 这事啊 那个 怪我了 说你跟大姨的 这头我去了 我也跟那九子老三 见面了 这个比养的吧 他妈的挺横的 后来他妈的 整了一帮人 给我围上来 我当时我也没服 没舞的 你知道吧 到啥时候咱那妈藏魂过去的 虽然我搁他们当地 咱不能服他呀 但是他人都失踪啊 他没办法 你这样啊 这头呢 我找到谁了呢 我这一说呢 你就知道 我找到小贤了 小贤给找的瘾 这件事我就告诉你 肯定能尝 找的是哈尔滨的一把大哥 那绝对够用 三啊 那我多久不说了 说这个红海呢 这头让他们上医院用 给整一顿 你这事就怪我了 怪我了 村哥你就放心吧 再把紫顿课整明白的 啊 行了 那我挂了啊 哎那好了村哥啊 你给你解释一下了 电话也挂了 三位村把电话 也打给这个野红海来 野红海当时都懵逼了 说你看这个月村人 你就别给我找人了 说我认了 我就消消停车 把这点楼卖完得了 我就回这边长村了 我可不给他带来了 你别给我找人了 我真认了 说说说你可拉好吧 说基本你说 再他妈的来 再整我一顿 就够整死了 三个村长村就说了 说这套这把早的人呢 说你看 我也知道 那咱们长村的 绝对够用啊 听孙叫孙日贤 这点人肯定听说过 就是说我听说过 说我就怕说外医 他不像说葛长村 葛长村咋都行 你说到这个医村了 到时候 我这房子 是不是 到时候你别 一个我再等不出去 我不就完了吗 说这方人 我真是不敢得罪 说你就听我就得了 都已然这样了 你怕啥呀 而且这个孙日贤呢 人家搁这个哈尔滨 给找个人 说明天呢 就在你那儿去了 你等着就完了 说那怎么还联系我呀 你到时候你就等着吧 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个邹宏林 怎么办 你就听信了 那行 那我识到了 这不呢 电话也挂了 来了第二天 元南呢 领着这个老名字了 法建起了 小当军了 包括当时这个 王府啊 这帮人 人都不多 能有十多个人吧 元南开了一个大吉普子 后面跟了一个叫 总共十多个人 这不呢 打着这个哈尔滨 一中午就奔往啊 这个 一村就来了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呢 能有个三个两小时 坐一路吧 哎 他们就到一村了 元南跟谁都没联系 元南这个人的办事呢 就这样 就是贼杀了 而且就贼痛了 元南当时到这个 一村以后呢 元南呢 就找到这个 资老三电话号了 就给资老三打电话了 元南绝对是查到了 因为你看 我跟你讲过 元南的故事 谁生气了 你看他整不过东厂 是整不过东厂的 那东厂的没办法 对不对 元南现在他也不是说 他妈杀人犯 他就是正常一个混社会的 他也不想走到 杀人那一地步 对吧 但是在社会上 元南觉得过狠 资老三嘎巴的一接 啊 说谁呀 说那个 资老三吧 他说是我 说我是那个 哈尔比丹交员男 谁 说哈尔比丹交员男 啊 说哥们 这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呢 说你看你搁哪呢 我来这个 一村办点事 这时候呢 想跟你见个面 你搁这一村呢 说得算 是吧 说这个事呢 我还真的得跟你说道说道 啊 说这个 有事道一村 是不是 说对有事 我想跟你见个面 行 说你过来吧 我搁这个酒店呢 哎好 我这就过去 元南把电话就给挂了 那当时 你这个 资老三身边 你这兄弟啥呢 你看这个 几庆呢 云刚呢 包括这个敏丽 云楼 这边就问了 说那三哥 谁呀 说他妈的 这哈尔滨那交员男 说跟他 咱也不他妈的孙 啊 有这个联系 说这小子 这是刚哪整着 我的电话号啊 说到一村办事来了 说这头 求咱们给办点事 啊 说哥 这交员男 可哈尔滨那不一般呢 说我实在这儿 但是咱们他妈的 巴干的也轮不着啊 跟他也从来 没有过联系 只是说彼此听过彼此 说这小子 他怎么能找我办事呢 说哥 你让他过来了 拿我让他过来了 嗯 说行 说看他啥意思吧 办啥事呗 能办这就办 办不了拉宝呗 对不对 走老三呢 可这儿也没多说 就这样 元南这两台车呢 这不就开到这个酒店了吗 到这儿以后呢 元南他们就下车了 大伙呢 穿的这个风衣 里面都是假的事 而且元南这个腰上 还有别的那老他妈的炸炸 那玩什么可能不下人了 元南胖子胡的 跟我五哥当挺笑 这红子 打着外边就走进这个酒店了 往里面这一来 这酒店当时这个服务员 这一看来的十乐个人 说那个 你好小哥 咱们这个住店呢 说我不住店 说我找人 说那个找谁呀 说找这个 自老三 他找三哥呀 说我跟他刚说完话 你告他一声 说行行行 这书呗又撩上来了 因为自老三常年搁这块 这一上来以后 说你看三哥 这楼下来了十乐个人 说哈尔平过来的 说这个 找你 说行 你要上来吧 人家自老三也不可能 关在你叫元南 这是实话 虽说听过你叫元南 可哈尔平挺牛逼 但是我自老三 我可他妈一村 我也牛逼呀 对不对 说你带他上来吧 这小服务员那乒乓就撩下来了 这一撩下来了以后呢 就说了小哥 你跟我上来吧 元南他们呢 这我就上来了 这一到门口呢 你像那个敏利他们这帮人 元南 搁电话里说是找他妈的 自老三办事 这也没心呢 说他妈的 是当时这个 帮着办这个 尹红海的事 元南往门口这一站 这个敏利呢 他听过元南 他没见过 说你们谁是救援南 元南就瞅瞅他 说我是救援南 说我找这个自老三 妈有点事 说三哥等你呢 说进来吧 这元南十乐个人 这不就进来了吗 这个时候自老三呢 人家这个 坊间里面也有自己的兄弟 三哥等这嘎到 召售一眼 说这个 元南吧 元南瞅瞅他 说你看你是自老三 是不是 说对我自老三 说你看咱俩岁说呢 没见过面 但是呢 我听过你 自老三也说说 你看咱俩没见过面 我也听过你去元南 说元南呢 我那可能说岁数呢 比你大几岁 妈 说你看 你找我这是 啥事啊 咱都是黑龙江的 竟然说来到一村了 你找到我自老三了 妈 说你说吧 咋的呢 元南当时就说了 说那个 我那当真人的 也不愿意说假话 是吧 有一个叫 尹红海的 你知道吧 那这个时候 他什么敏利着一听 他虽说没说出来 可心里他想了 说他妈的 这尹红海 这么大能力 就把他妈哈尔滨 竟然南给找来了 啊 这头呢 就要上他妈 在这个怀里 套家不事了 那他妈的 还能允许你这样了吗 那你就看吧 哥 谁呀 老名子 就直接就把这个 AK就给拽出来 就照当时 说老鹏 你这玩意 哥 他跟正常的 像什么五连的了 七连的了 那你包括这个 撞筒子那不一样 你这玩意吓人的哥呀 通通 给他们的吓一跳 紧接着 这俯国他们 包括当时这个 奸起 直接就把大一里 七连就给攘上了 撬过一把都别动来 别动 别动 敏利他们根本 东西都没掏出来呢 就像他们元南那本 就给直接上来 当时人家撒奸起 就说说撬过一把 动一个啊 试试 全给你扔着 看你们谁敢动 四老三 给他做个雕小烟呢 这一瞬间 发生的事 四老三也懵了 说教育南呢 你不说你早会有事吗 说你这是 啥意思呀 要难瞅瞅的 说四老三呢 咱都是黑龙江人 我来呢 就几个事 这个 尹鸿海的这人呢 我不认识啊 但是呢 我哥们认识的 我哥们找到我了 说人家有一台 家常灵产呢 让你给掌来了 现在呢 你不还给人家 而且呢 还打人家 啊 你把这车呢 你现在派人 你给我掌来 你要敢扯别子 四老三今天 我整个眼睛了 我就让男的 不是说吓唬你 啊 周老三 搁这嘎子 瞅瞅越南 说教育南呢 你给这个 哈尔滨呢 咋个事呢 我知道 但是我周老三呢 搁这个一村 你教育南呢 也打着打着 今天这车 我能让你开走 但是教育南 你认为咱俩 就咱俩这个事 能完事不 远南瞅瞅他 撬我里边 你个人给我溜狠话呢 你吓唬我呢 我竟然敢来 我能怕你吓唬我吗 啊 就直接就跟后腰 就把加速掏上了 就直接顶到 周老三脑子上 嘎巴就吱上了 说我撬我里边 玩的 周老三 别急不跟我废话 抓紧 你把那个车 告诉你的人给我开过来 把车开过来以后 咱啥事都没有 还有这个野红孩 往后你别再找他麻烦了 你再找他麻烦 你就是跟我教育南做对 我不管你个一村多牛逼 但是你记住 我教育南敢来 就有敢来的道理 周老三 我再说最后一句 这车你开还是不开 如果说 这车你开不过来 那今天我教育南 就让你认识那什么 那这个时候 人家旁边 周老三有兄弟 这个刘吉庆 这小子也挺猛啊 挺虎实 瞅瞅 说俊南 说俊南 有事 你从我说 说你个哈尔滨 你再牛逼 你能咋的呀 这是他妈的一村 这是那个队 这是一村 你能咋的呀 说咋的 你还敢杀我呀 说你动我 别急不动我三哥 那袁南肯定是不能管他逼事 就这个晚上 哥就是往他身上 就是哭通 就一下子 就非常痛快 就是哗就一下子 一下子就给流几气 就给撂腾 哭通 我操 一下就给他倒过来 翘里一挖的 来我看 还有谁来 来 谁敢站出来 来我看看 还有谁 有一个算一个 来 你啊 还是你 谁 曾老三 我等你回话了啊 我就撒个数 今天打死你呢 我教育男可能是吹牛逼了 但是今天我干费你 我教育男肯定能做得到 就撒个数吧 一 二 三 哎 袁南 袁南 咋的 咋的 咋的说 袁南的 说你不就是要车吗 对 把车给我开到楼下 啥事都没有 啊 然后 野红海 往后不行倒了 这事呢 就这么地 你要是不服 你是爷们 你可以上哈尔军找我来 我教育男要是怕这事 我不能来找你 自老三 我也知道你可遗寸的好事 但是换句话来讲 你在我这干 我根本都没把你放在眼里 人家说狂 根本我就没把你自老三放在眼里 自老三他心里头压力也大 他面对的不是说一般的喀啦蜜的 他可以放点狠话 放点不在行的话 这是他妈的教育男 整不明白 就是直接就崩你 他能不明白吗 而且那老大也开就把他执子都下心 说行云南 说我现在我就让人把车给你开过来 你看行不行 我现在就给你开过来 说你 当时赵老三就说云龙 把车给开过来 说直赵老三哥 但是 这个赵云龙往后走的时候 云南就说了 说我告诉你哥们 这是你们一村 你要敢扯别的 今天呢 说他妈的咱们就搁一个屋都死 啊 云南就把这个萨萨就摆到当时坐在那 嘎巴就得一放 这赵云龙这一瞅 懵的 赵老三也瞅瞅啊 那这可是他妈的货真价实的晚上啊 就已经摆到插桌上了 说你要敢扯别的 这一屋人都死 咋操呢 说我明白 开过来 张云龙这不就下来了吗 这一下来以后 他们干啥呀 抓紧开车去得了 还唠鸡不毛别的呀 赵老三他们这帮人全个屋呢 他也不敢扯别的呀 赵老三 我说到说到啊 如果说这头他是带人过来了 或者是说他扯别的了 那今天你肯定是先死 我能不能死呢 那咱得了说 我啥意思 你明白吧 赵老三哥这嘎子 现在就已经不能再说别的了 说远南南 你咱俩也没仇没怨的 不就因为这点事吗 车完你开走就完了 往后我就不找这个叶红海 不就完了吗 不是这点事吗 是不是 咱不至于说咱们之间 搁一起拼命 犯不上的事 你知道就行 所以你放心云南 云龙呢 肯定是不能撤别的 车肯定给你开过来 要你安安全权离开 一村 还不行吗 赵老三 我就告诉你 我既然敢来 我就不怕你拉着 一会儿车开来以后 我要是离不开一村 你就记住 你们也得死几个 说我知道你放心吧 那我知道 就这样 赵玉龙把车就开到楼下来 这时候就上来了 说那个 三哥 车开过来了 赵老三押下来了 就给这个酒店鸣黄火 那给赵老三押到车上了 然后告诉当时老明子 说你这么呢 这头呢 我给出城口等你啊 把车呢 给那个叫野红海送过去 给他打个电话 啊 说行 我知道南哥 就这样 给赵老三押到 他妈一村出城口了 他这帮兄弟 给这家圈马爪了 报到哪里好了 因为赵老三 给云南首领呢 他们是真不敢轻举光动 因为他们知道 焦岩南咋有事 如果这个时候是贤哥 我就告诉你 保不齐 就给人一村出不来了 这实话哥 但是他们知道 我云南心狠手辣呀 这就给这个 一村出城口这块 等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明子 就把电话呢 打给这个 盈话的 说你姓尹吧 说是我 说那个 我们呢 是这个长村呢 贤哥那样过来的 说你这车呢 我给你开过来了 说你搁哪个医院呢 说车给我开过来 开过来了 我给你送到医院楼下去 说那什么 说你给我开医院 医院的后巴喇叭 说你别给我开到前面 行 就这样 云龙呢 把车呢 给开到我这个医院后面 就这样 也告诉他了 说车给你停这了 这不吗 老明子 这头也回来了 一来到我 这个出城口这块 说哥呀 车给送去 行 给自老三的也拽下来了 原南当时就跟自老三说了 说自老三 你个一村呢 我跟你这么说 都说你个一村牛逼 说你他妈的老资贱 资是家族啊 葛一村是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教育男呢 真没把你放在眼里 因为你不太是什么 他妈社会人 是社会人都干不着你这些事 我教育男自认为 我他妈的就挺不地道了 但你这个鼻痒子 你皮股还不地道 今天呢 说我不动你 就这么地 但是啊 你要是再敢找这个野童孩 你记住自老三 我教育男不把你俩腿 我给你肥了 我都不救救运南 你听不听明白 说那个 我听明白 你记住我的话啊 我不是跟任南跟你闹到玩儿呢 说是 我听明白了 运南 我说你放心吧 这点事还能擦的呢 走 大伙就上车了 运南还真没动自老三 来了把车就给要过来 这吴妈自老三拿了电话去 他兄弟打过去了 说赶紧吧 要当时曲野 包括当时这个敏利他们说来接我来 我咋基本上一村出城口呢 就把当时自老三人给接住了 说三哥你没事吧 说我没事 说吉庆怎么样 说吉庆 这头来给送医院去了 说三哥 怎么整个 撵他呀 撵个鸡不得还撵他 说走 先回去 他们呢 这不就回到医院来了吗 大伙来了 来看看这个吉庆 伤了咋样 那这个时候这个敏利就说了 说哥呀 翘里也挖了 这开发商还得收拾他 这个毕养的 说这头他们他妈的来了 把车给抢走了 肯定是给那个 尹鸿海送去了 说你妈这头把尹鸿海给它废腾 车给抢回来 四老三哥 这咋咋咋 行得来行得去 敏利啊 你听三哥呢 三哥 怎么呢 本钱别去 翘里挖的 找这个开发商呢 不着急 他这楼呢 搁咱们一寸呢 我想找他随时都能找他 但是眼下我不想找他 三哥 怎么个意思 他妈的 我得找他焦原南呢 他焦原南 他个哈尔滨他藏性 他到一村了 他趁我他妈自老三 没有防备这个毕养的 他整我 他变我 这脸可丢大了 这件事 那可不能就这么地啊 哥 那你的意思先动焦原南 完事以后 再急吧 整这个眼红海 对 三哥 那你吩咐吧 你这么 别着急 这事啊 先过两天 到时候 让你们去做的时候 你们过去就完了 哎 说先算哥 咱听你的 因为人家自老三 也不是他们一般人啊 你原南是名气大 你横 你狠 但是人家呢 这原南呢 这不吗 把电话就打给这个贤哥了 就告贤哥 说那个车呢 我已经啊 说要过来了 然后呢 我像兄弟 给送到一个医院去了 贤哥一听说 原南呢 这个不能有别的事吧 说你放心吧 啥事不得有呢 有别的事呢 这时候有我呢 啊 你就不用我了 所以那条件呢 那我知道了 这样吗 先哥就把电话 打给苏三了 就告诉苏三了 说这事呢 把完了车给要回来了 给三哥乐坏了 三哥赶紧 就给当时这个 三位村打电话 那与此同时 三位村也已经接到 这个眼红海的电话了 说车呢 就送回来了 说行 我知道了 这吴妈三哥 跟这个三位村一联系 所以像村哥 车涨过来了 说三儿呢 我听说了 妈我也刚听说了 说车涨得好 啊 就这么地 改天呢 说那个 我纳闭你 啊 说躲来 说村哥 你满意就行吧 这吴妈 这件事呢 就算是到这儿的 三哥呢 得比喽嗦嗦 还来到江大海岸呢 说啥要请贤哥吃饭 大家伙还真 他妈晚年 跟一起吃这饭 一天两天三天 这么过着 眼红海就害怕呀 眼红海怕啥呀 他怕他妈那 说这帮人 再接不来找他来 得得嗦嗦的 葛基威医院 都不敢待了 找自己手底下的人 偷摸来 给他接出来了 然后葛基威这个医院 把车给开走了 都不敢回 当时自己的公司了 但是呢 资老三他们 还真没找这个野红海 也没上他这个开发 这个公司 来那个找他麻烦 这野红海也想 说这件事 可能是什么 分过去了 找这会儿人 真给资老三给压住了 他当时呢 跟这个谁呀 跟当时那个小董 就搞建筑的小董 他俩沟通这个事 说他们这都是 哈尔滨过来的人 他具体过来的是谁 咱不知道 反正是说 你看资老三那头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小董 给这咱也画糊 但是你看到第五天 人家资老三 这头就吩咐这个民力的 赵云刚 曾云龙的 扣尔的 这些人的 是他妈的 上他哈尔滨 这头呢 给我干救援的 给这个B亚的 给我干废了 这是资老三原话挺狠 人家这帮兄弟 那也绝对没含糊 因为都是为 基本这个资老三 卖命的 说想三个 你放心吧 说这个B亚 那个哈尔滨到外 他有买卖 你们到他买卖点 你给我撒嘛 他就行 说多了 说完话以后 这帮人就已经上车了 大概吧 能有个七八个人 两台车 人手都有假的事 这吴曼 就来到原南的这个 新立娱乐场了 他们就在这个对面 就停上了 原南当时也是大汉衣的 真狂 人狂 你居住隔 你肯定就是说 有些事呢 你就会疏忽 因为原南 他就是没想到 说他资老三 敢来 他派人上哈尔滨来 找他来 你要是不整死 我的情况下 资老三你记住 那我肯定 我得让你知道 你知道知道 我就要南草的事 他都没想到的事 而且我也没动你资老三 但是你资老三 这时候就下很茬子了 这不吗 人家来了 一直啊 到第六天的这个晚间 能有个五六点钟吧 天上有点这个眼茶痕的 原南呢 领着这个老名字 发现起 当时那几个人 把这个配货站 他哥哥那会回来 就下车了 把车停到新立娱乐场 这个门口了 人家这他妈的 两个车 给他干嘛 他妈的快两天了 这感觉可以下手了 这不吗 这几个小 他妈咬不叫就下来了 原南他们正往台阶走呢 这头老名字 给他个雕小银 富南哥 明天呢 说我不能过来 说咋的呢 说明天 跟我哥们他家办事 说行 有啥需要 你就吱声 哎 那行哥 那一会呢 我就直接 我就回去了 行 这老名字 刚他妈一回头 这一瞅他妈 他到对面 一开始 这他妈几个人呢 慢一会儿走 这家伙这呢 都给这衣服里藏着 慢一会儿往这门来 等到老名一回头的时候 他们这帮人就走近了 就有个七八米的距离了 老名一瞅 说哥 这一喊说哥 这时候就已经大响了 通通通通通通 就几下子 完了 这帮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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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给磕着了 而且说咋的呀 这老他妈的老名字 撒奸起 包括当时这个张军 全让人这帮小子 给闷着的 叮光的 就是一顿假的事 崩完了 这帮小子 一看原来他全倒了 而且他不敢逗留 因为知道 这是叫原来地盘 这要是搁着逗留 他们就完了 他是怕他们 扔到哈尔比 干完以后 这帮小子 拽业 迅速就撤离了 开车五五的 就撂了 那当时信力 他们门口有保安呢 这一瞅 他们越南人给搂倒了 赶紧就喊 他们当时信力 这个娱乐城里面 这些内保查的 包括这个保安 做赶紧的 做赶紧赶紧赶紧 大火哇哇哇 全出来的 这一出来以后一看 南哥受伤了 赶紧往医院送 这他妈的 整到医院去以后 你是该求不花生米 求不花生米 该怎么就怎么地 但是呢 没有生命危险 这帮小子 这不问 人家就 往这个一村而回 往回去的路上呢 电话就给打过去了 打给赵老三 说三哥 郊远南呢 咱去眼瞅子 崩老的 包括他身边的几个凶 全都干了 赶紧回来吧 你以后没事 没事 快行 撬我礼花 你郊远南这回牛逼 我现在你知道的时候 我赵老三 咋的事 我撬我礼花 这赵老三一看 我把袁南给你干倒了 你还能脊巴咋的 这不问 袁南他们进医院 进医院以后 花生米也求完了 来到第二天 袁南就把电话 打给赵老三了 跟病房上躺 那赵老三就接了 说赵老三 我撬我一旁 说我赵老三 你记住赵老三 你只要活着就行 你看我赵老三 找不着你就活着 说你看着 赵老三就说 赵老三就说赵老三 你不狂吗 我赵老三就让你认认识我 你能脊巴咋的你能 说操 打得你家 那咸材杆里 腌得全是脑袋呀 你牛逼 我赵老三 搁什么一村黑牛逼呢 你放马 你就过来吧 说我还能咋的 圆南就说行 翘里边你给我等他 妈你等他 就这样 这头圆南他们不就养伤了 这他他他大哥 圆东就知道了 这圆东这一来了以后 这头他妈的 这一瞅说 这怎么扔呢 这是 圆南就说 这是不容易管的 这事跟你就没关系 他大哥脏牙舞爪的 这卡尔滨都学生嘛 脏牙舞爪的 说他妈这谁 我老弟干这比一样啊 他哥侧面要打去了 这这头是帮那个 长春贤哥 上这个一村 把赵老三给干了 这赵老三他妈的 找这偷摸来 把他们南哥给整的 你这他妈的 郑远东这一听 郑远东就不干了 就把电话打给贤哥的 圆南那意思啥 这事谁也别吱声 你等我伤好了 咋完操了 咋俩就掰 咋俩就咳了 你看我能不能给你 做老三掐腐掐腐掐饱了 就完事了 你看我能不能把你俩腿 我给你掐舌头 这他妈杜月生 他这个就控制不住了 就把电话打给这个贤哥 贤哥这一接 你当时杜月生就说了 说你看那个贤呢 我是那个圆东大哥 说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谁 让人给搂了 贤哥一听说怎么的 让人给搂了 说那可不咋的 让人给闷了 说严不严重 咋不严重呢 他说话也写了 这圆南身边的几个兄弟 全基本给医院躺着呢 全是拿他妈家伙事给崩了 这他妈贤哥 他能干吗 贤哥当时说大哥行 我这就过去 藏存离哈尔满不远 贤哥当时领了脖子房 开车就来了 这一来了以后 就来到多外八院了 就已经见到当时的圆南了 圆南也蒙了 说你咋来了那哥 陈奈卡圆东大哥 给我打电话 说大哥我不说了吗 这事并跟别人说吗 说我是别人啊 圆南那咋个事啊 说他妈这个资老三疯了 哪说他敢通过派人来整我来 你等他 说我好了哥 你看我去整不整他就完了 贤哥这一听 你看这事因为我而起 对吧 说你这么圆南 这事你交给哥 说贤哥你听我的 黑龙江的事 我只能我能跟他整明白的 我跟他资老三 我只能整他明白白的 你就别管了 贤哥能干吗 说贤哥你就别吵了 圆南 说哥他妈的心里有数 你说他妈因为我的事 你这整的这是没出别的事 出别的事 我咋整的你说 行了 圆南那么说贤哥也没干 这不就从这个医院 这个病房处来了吗 贤哥就把电话打给谁了 打给余处分队了 那也就是五哥了 五哥嘎巴的一急 那你谁 你说我谁 那大哥 这么晚了要休息了 你睡挺早啊 那那一天除了吃就 就是睡 那那不睡 要干啥呀 大哥要这么晚打电话 有有事啊 几点呢打电话 啊 九点来钟就这么晚了 不是 我我 那不也黑黑天了吗 别这么废话啊 说你这么的 这头啊 你跟你强哥说一声 那个说 说啥 说你男哥呀 让人他妈给整了 这头让你们几个去把手给包住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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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给整了 说你男哥 卧槽 我 我男哥那么 那么猛 让人给整了 谁 谁呀 你就别问了 你来哈尔滨吧 啊 现在就过来 那行 你这个还 这个还 这个 这个能够得了 我撬你一发的 好了啊 我挂了 这头电话挂了 这五哥就赶紧就喊强哥 看几个 说那个强哥呀 出出出出那个事的 出出事的 强哥就问他出啥事的 那那那那我那我告诉你啊 说那个那个贤哥刚来电话 贤哥哥喊二宾呢 说他妈那个那个那个男哥 这一样人给崩了 这人给崩了啊 具体啥样 不知道 在这头抓紧吗 咱这这去他嘛 就这么呢 他们几个打着 当时新闻那个别墅 开这个挖把的 就笨往谁上来的 到这个的时候呢 十二点多钟 不多一点 就冲进这个把院了 一家带手压什么 就来到南哥这个病房了 这一到南哥这个病房 南哥 就老五过来了 强哥往这一来 他就跟南哥 这 哎呀 可别提了 他妈大意了 那那贤哥怎么 怎么的事啊 贤哥当初就说了 说这么的 这个人 老五强 我都喊过来了 这丑子咱自己的包 现在这个 自洛三肯定是有防备 但是啊 说我亲自在咱几个过去 上一村 翘里一挖 这个自洛三 我肯定给他留门 这么呢 有南的 你给我出个人 这也是自洛三的 然后呢 有南过去 有南的一瞅 贤哥都已经把这些人 他妈的 给装回来了 那你说他妈的 还能说啥呀 说哥呀 那我啥也不说了 说老五强了 这事啥呢 交给你们了 嗯 那那南哥啊 咱们这哥兄弟啊 一一一辈子都撬里边 谁敢整你 我真的啊 我我这么的啊 我我我我只能给你完完美交代 不这么的 拿我家伙事过去 那个呀 哎呀 那那是那样事的 那个那个那个南哥 我跟你说这么的吧 最低起码我得让他们死五个人啊 咱们这一瞬把腿逼上 不是 就南哥干战 我我不想到 让他见点血 那死死了人呢 别他妈放屁 元朗呢 说你这么的 这个那七连呢 都要拿了 我老爷可以走啊 不能给他们 不是说哥 就是说 你拿着说他们到那里去 真是个人物的 是不是 万一说葛内娅 要是说不灵的 你这晚上偷出来 哥呀 谁也不敢上钱啊 那可不咋的 那那我南哥说这话说的老老对了 贤哥你这么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我我不用 贤哥这一瞅分这么点 这个晚上就是拿着 我也得让脖子拿的啊 就不能交给他几番 尤其老五 说脖子你拿 说贤哥 你咋你咋这样事的呢 你对我怎么一点心 心人都没有呢 那那大哥呀 我我就这么 要你 要你不省心吗 你啥事让我省心来 你自己说 就是说 那给你捞喝吧 也真累 嗯 行啊 听听你的 问我元南 拿着今天晚上就过去 这不呢 拿着元南原班人马的家伙事 当时呢 有元南的一个兄弟 俘国 因为俘国来过呀 领了贤哥他们 大概吧 也就失了个瘾 哇哇的 当天晚年凌晨就渴到这个益村了 到益村以后大家伙找个地方住了一宿 贤哥跟着是为了啥 以防为疑啊 要是真出事 咋整呢 是不是 你这帮玩意本身就有人民案在审 他不管你的鼻子啊 如果真有反抗的 那就是真搂你啊 贤哥跟着心里不能踏实点嘛 哎就这么实了个瘾 来到这个第二天 贤哥也说了 说他们那个酒店没去过 说你这么呢 贤哥 说我呢先去探探路 哎 我看这姚子搁没搁那咖的 他搁那咖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说行 啊 说行 你去吧 贤哥 贤哥来到当时这个酒店 可这咖子定了 哎呀 发现当时自老三 但是人家现在自老三 可跟他们 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可能是身后跟个三个五个的 不七八个的 哪不是的 我操他妈一点不来权哥 现在得跟他妈十四五个 而且这帮小子 谁身上都有家伙事 因为他们也得防卫 就要拿来整下来 这不是他们实话吗 就这样 贤哥给贤哥打电话 说贤哥 说这个自老三有防卫 他身边他妈得有他妈十四五个人 说行 我知道了 他现在干啥呢 是除去了 还是说进那酒店了 说他进酒店了 行 然后再过去 贤哥这千叮嘱啊 万叮凝 就跟这个五哥和强哥说了 说这头啊 说咱们的这头去了以后 咱们呢就渴 但是啊 爹他妈整个人命来了 哎呀 那那贤哥你就放心吧 咱不就是抓那个自老三吗 不不那么个事吗 说对 就把自老三给我抓了就行 那你那你 那你就放心吧 我只能给你整明明白白的 不都万不得已 不能什么把人民给我整出来了 哎呀哎呀哎呀 你真 你要不你回去啊 我上哪去 不你你你你回哈尔滨也行 你回长城 长村也行 这事你交给什么 得了呗 你这头我我就看 把他逼上啊 要不你给家带着去 你给这带着 俺们就给去 我我听话 啊我听话 脖子当时低了那老他妈那大爷K 哎 脖子 咱俩好不好 好不好也不能给你 你你怎么这样事呢 你你拿来 别说你撂走啊 你我你给我使一下子 我跟你使 哎呀 贤哥告诉不想使啊 这玩意是我拿的 你起来啊 不是不撂走我撂你了啊 你怎么这样事呢 你你你你过过瘾不行吗 你过啥瘾呢 你过瘾呢 你别害我啊 上把喇叭啊 别说我摔你啊 真的你你啊 不可可就咱昏一回 真 就你这人 人寒心都 贤哥这一手赶紧 上车子 搁他弄去啥呀 上车 长工啊 大二伙也上车 这一上车以后 就来到当时的这个 酒店这个鞋对面 他有个胡同 大伙就搁这 就搁这咋盯了 嗯大概吧 下午四点来钟 不到五点的时候 他们出来吃饭 资老三 包括资老三身边这帮兄弟 没有刘继庆 因为刘继庆 就不受伤了 我们要云南给一下的嘛 啊给一下的 叮光的打在这个酒店就下来了 车就停到酒店门口了 那这个时候胡就说 说哥呀 出来了 啊说出来了 贤哥就说了 说那个 抢了啊 这头呢 说 带队 上去 说他妈的把这资老三 给我绑了 周星哥 抱紧吧 真的 这不就下来了 这一下来以后 这帮玩人搁 打七连的 对你录上了 打着这个胡同就出来了 那他妈他们十多个人呢 有的正他妈要上车呢 有的还搁这他妈的 东手吗 希望呢 这一看打着胡同出来他妈的 好几个人 就这么丑 说这个时候这小子叫啥名字 进扣 就扣完 就说了 说他妈的 这对面 过来那几个人 这干啥玩呢 因为五个他们这个家伙 这搁衣服就拿 就是杵子呢 衣服盖的呢 就几个人 这对面那几个人 是他们干啥的 晃一屋的 当时邹老三说呢 怎么的了 说三哥 对面过来几个人呢 邹老三那时候也丑了 说问他干啥的 当时呢 这个二门就说了 说他们你们是干啥的 按正常来讲 人家他妈的乐意干啥干啥的 对不对 跟你有鸡膊毛关系 但是他们这是属于敏感器嘛 这一看他们对面过来这个 六七个人 直不冷腾就往这来一来 说你干啥的 跟你说话呢 跟你说话呢 那这头 我五个就把家伙是掏出来了 那就没有犹豫了 哭通就一下子 但是这一下子哥 整歪了 整哪去了哥 一下子就整到当时啊 阿伯老子上了 大概距离吧 能有个六米左右 六七米左右吧 哭通就一下子 这晚上直接就关他脸上了 给当时扣文直接就奔倒了 哎呀我 你就瞅这人倒地以后 可地上就是说 得得得 就动他两下了 就仿佛这人就已经什么的烟消云散了 这他妈的当时这个子老三那个后排座坐着呢 他这一瞅出我去你爹老懒子 他可这把打 可左马这个门打开了 就溜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五个人一打响以后就乒乓的强阁这帮人乒乓就一顿轮 就假的 给当时人家他妈子老三好几个兄弟全给轮倒了 子老三给他摸个腰 就自自溜 当时呢这帮人们也干他妈子老三乒乓的也轮他 这子老三他为了逃命呢 这小子就几个他妈的来回 就溜这么没影子了 而且这个时候他这好几个兄弟都倒了 而且贼那个当时阿丸就直接就死了 给五个他妈整吓一跳 那那我眉心的大大大脑袋 这脖子一瞅说草 别碾了赶紧撤 这不把大家伙他妈都打着这个酒店这个门口这不就撤回来了吗 脖子一瞅说哥完了 说咋的呢 是死一个 死一个 谁干的 还有谁 那个那个那个贤哥 我我我自定不是故意的啊 我这遭遭遭遭遭遭遭那个腿他妈秒 谁都能那个鞭子 他他妈的怎么整就露他脑袋上了 说他妈那赶紧撤来 赶紧撤 大伙撤不呢 就撤了 这一撤了以后就撤出当时这个一寸 这个出口这块 这子老三就溜了 他命很大就溜了 他好几个兄弟就受伤了 还有没受伤的 就赶紧给资老三打电话 说三哥赶紧回来吧 说这头他妈的 他们走了 资老三 给资老五打电话 说老五赶紧带人 上什么这个酒店来 说翘里巴有人又要我命 这资老五就开始令人过来了 这一过来以后 这头大家伙 搁这嘎子 阿伯就死那嘎子了 而且还有不少能收伤的 当时都问他嘛 这个资老三说三哥 怎么着 这就是不动场还怎么着 资老三说先别不动场 先把这个阿伯说老五 你老是赶紧 先给整整 收伤的给你整院 这件事啊 我他妈合计合计 这件事我合计合计 大伙就问他妈的 三哥也说三哥 这头这交员面 就要能疯了 他他妈是要你命来了 资老三这个时候知道害怕了 这实话哥啊 实话 身边老多人了 人家是一村大哥呀 那他妈的兄弟老了 这个时候 你再想对资老三下手就完了 但是资老三绝对啊 他没有包动场 因为他自己就不干净了 他知道啥好事 说他妈的 他就搁这赶紧 这事跟怎么办 贤哥就给云南打电话 说云南出事的 云南说咋的了 说他妈的这个 资老三有个兄弟 让他们老五给打死了 云南这一听 说哥你们现在搁哪的 说我们现在搁愚村外围呢 说他妈的 这件事 咱他妈的 还没有签埃落定吗 说出了这么大事 这个资老三他是报案的 还是说咱们的 对不对 这事肯定是没完 这件事人的想法 让他玩咯 云南说这么那个 你当我聊话 云南给医院 就把电话打给资老三了 资老三正给这个医院的吗 因为他不少兄弟受伤了 电话就能让人想的 他这一接 云南就说 资老三 说我撬你吧 你个必要的 命中大 你记住了啊 这事没完呢 我还得找他找你 我再找你的时候 就是你死期到了 说你记住 资老三 你可以在那边买他的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救援南有不在场的证据 叫我里边 你等吧 啊 这电话嘎巴的一挂给资老三 就是无形间 又他妈下一得子 说这几万男是疯了 这是 明知道已经把我的人给我干没一个了 又来电话了 害他妈要找我这是没闻了 圆南把电话就回给贤哥 说哥 我给那个资老三打电话 资老三现在肯定是懵逼了 但是这小子能不能报东厂 保不齐 这件事呢 要是想让他拉倒 这头呢 你们还得去办个事 贤哥这一听 因为他对黑龙江这边不了解 说你看圆南啥事 说这个资老三 现在你要抓他可费劲了 但是啊 你抓另一个人 资老三肯定会出现 这件事才能摆了 贤哥这一听说谁啊 说他有个弟子叫资老五 搁哪啊 搁这个一村有个百乐门一种会 那就是他开的 贤哥 我是这么想的 说你们呢 相招进入百乐门 搁百乐门里头 弄点事 这头资老五肯定得回去 因为现在资老五肯定跟资老三 可以起 那这定型呢 他肯定得回去 他回去 你把资老五给他抓了 资老三势必的救他老弟 到这个时候 那资老三 咱们咋办了咋事 贤哥 但就是说怕 出现意外 贤哥这一想他妈的 那就就就得他妈铤而走响了 资老三 那我知道 妈 这件事呢 这得把一勺必须得整明白的 不整明白的 这事他妈没完 说贤哥 就这样 贤哥跟他妈五个这班人 这一合计 说咱们还得回他妈这个一村 看他那个买卖点就摆了门 那 那 贤哥呀 你怎么喝酒了 说我不是喝酒了 越南说那没毛病的事我分析了 说他妈那 现在资老三他已经害怕了 贼哥 比昂那 到时候他他妈那 这一害怕的被整出别的事了 咱们得穿上打铁 那 那这个铁王王王大大 他有个弟弟就资老五 说咱们几个呢 这头呢 回这个一村 看看那个买卖点就摆了门 这个叶总会 到那边做点事 肯定呢 他得让那个资老五回来 到那个时候咱把资老五给他抓了 抓出一村以后 拿资老五要挟资老三 这这这这这招挺挺挺好 哎那贤哥那我问你 他那个摆了门那个有有有有娘们没 都他妈啥时候还想娘们呢 不是我就说我我就说这意思吗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去玩吗 玩的情况下顺便就 咱俩娘们们白玩 咱还不玩吗 上车 大伙就上车了 那这个时候资老三是想不到的 这是反其道而行 这无麻大家伙就来到白乐门了 因为别人怎么不认识贤哥他这帮人呢 这无麻大伙呢 就把车停到什么 当时白乐门对面这几个人进屋 这几个人这一进屋以后 白乐门正营业呢 当时有着服务员说 咱们这几个人说我们就这些人 跟我们这个造个薄黄 有娘们吧 当时人说这咱家肯定有娘们了 这服务啥的嘎嘎好 那那行啊 哎 这挑那个 那咋大 不 我就喜欢那样的事 就她的没心没肺是一样的 就是你发生多大事对她来讲 就好像没那个事似的 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无麻大家伙就做到包房了 这娘们这不也都上来了吗 该咋是咋的啊 经过自老五和她媳妇调教了这帮娘们 也就是这帮小姐哥啊 那绝对够用 你这服务态度啊 你是说话呀 你就是说这个 嗯 氛围啊 以及长样各方面的 我哥绝对够用啊 这几个本人有 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这贤哥他妈是大哥呀 这五哥一个劲的那个 哎 那那那那你俩上了大哥那样的 大哥 你别说了 你你你其实也也也有这想法 你就玩吧 咱都自己人 你才能去笑你玩 摸他 说那个我不用啊 说你们上那边就行 哎呀大哥咱们的口味可好了哥 然后你试试呢 对对对 那大哥你你试试 这多好啊 滚滚滚滚 说这么的呢 说你们给他干啥去啊 说我不用 贤哥哥这嘎子 整瓶啤酒 巴巴就给他走 哥都放在哥这陪他 正像你像佛国的 包括这个短子这帮人的 那家可不管他比事上 巴巴的 哥这嘎就是真给你开心呢 啊 二男哥这嘎心他妈小点 哥这嘎也心的 说他妈咱出来办事的 这这怎么还玩上了呢 那家我五哥给那娘们搂的 干搂狗子他们给勒死 那女子都输了 哥呀 哥说你你松一会我哥 说我整我一身汗 你怎么啥意思 上你家消费来怎么怎么来 你有脾气啊 说他给我不是有脾气 他跟 你给我松点呗哥 说你这家你给我揉着这个 这是一库堂 都是汗 这头呢 大家伙儿搁这嘎子 做了大概吧 能有个半个零小时 先回去告个脖子来 说告个老婆赶紧的 整事 就这么的 让五哥做事啊 五哥搁这嘎子 这个家给那女的俩他等给揉着的 给那女的揉着赖了 他说哥 你看 哥不行我去换个人 我说哥 你看我这俩玩 你给我揉着 哥是活死撩的 哥 哥我这裤子哈段 你给我扯碎了 哥你别说 你妈你啥意思啊 啊 我敲里边 嗯嗯嗯嗯嗯嗯 你啥意思 他跟我没别的意思 他说你这么整 谁能收撩哥呀 是不是 说哥 你就是整个桑梗过来 他也知道疼啊 你啊 你啥意思啊 上去给那女的一大笔巴 桌子给揉了 乒乓的 这头子老五的媳妇 就听说了 说他妈有个包房闹事 这是这不嘛 人家整他们不少兄的 这俩乒乓的 进来了 这一进来之后呢 这头呢 说啥意思啊 啊 这你们这怎么呢 给他闹事啊 说知不知道说这个 买卖是谁的呀 脖子和方子一起事以后 当时进来的起个人 就是哥这个屋里 拿家伙事了 就是搞瓦茶的哥 就他俩起事哥就直接就倒了 乒乓的 就给揉倒了 当时子老五的媳妇一瞅着 你们胆真大 说有走你们别走 贤哥就说我不走 你能咋的 说跟你娘玩的不开心了 今天就要撒你家店 说咋的嘛 说行你们胆太大了 说你敢擦你家店 说你等着啊 说有能的你们别走 说老爷们 你们不站撒尿子吗 你别走 贤哥说你放心我不走 妈 我看你能咋的 就这样 当时那这个 老五的媳妇 就给老五打电话 老五这个时候可怨呐 跟他三哥他们 可是合计呢 就这件事是他们报话还是怎么的 就叫他们疯了 这老五电话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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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响了 这一响以后啊 老五啊 赶紧回来 有人他妈砸咱家厂子 我撬他里边 他疯了 那几个小妹走啊 砸咱家厂子 他妈的谁啊 我也不知道啊 赶紧回来吧 可他妈牛逼了 说给咱家呀 说那个 那几个凶子 全给打倒了 反正我知道了 我撬他里边好了 他妈就挂 这头的电话 这一挂完以后 这老五就说了 他三哥我回去了 当时赵老三说怎么的呢 说咱家那个百乐门 说有几个人可闹事 就给咱家那个 兄弟啥子给打了 说我媳妇要回去一趟哥 我回去一趟 我看什么事 我一会儿我就过去 行啊 回来给钱找得了 妈 赶紧回来 跟你放心吧 哥 也没防卖这事 而且这头 赵老三已经死人了 他都没想到 这帮人还敢再回一村 来抓他们赵老五来 你这晚上哥 一环都是靠着一环的 赵老五这一走了以后 这领了几个人 他仗着他哥 他妈这个一村 他老资金牛逼啊 说你哪的人敢跑 这干闹事来呀 啊 这胆太大了 这也这也太他妈的 胡哈喝了 带家伙事回来的 这不吗 这一进屋他媳妇说 老五啊 给包房子那几个人 可他妈牛逼了 赵老五往屋这么一进 身边跟好几个兄弟 啊 手里头拿了当时 一个他妈的黑情打不死 该打是啥的哥 这哥手里拿的呢 说我撬里挖的 就你们几个呀 啊 说他妈左死呢 敢上我这个啊 他妈来闹事来啊 啊 那这个时候 五哥哥这俩也站起来 那个你家 服务态度那不好 这头玩的不 不尽性 不尽性 你他妈敢砸我场的啊 啊 我看他妈你这不左死呢 这小子就拿了个黑情打不死 就比方五哥 他就以为 这几个人是臭龙王的呢 但是脖子和方子 这个时候就跟他旁边就过来了 那他俩是他妈侦察 就是手腕嘎巴的一摆 一下子哥就把家司就摆掉了 等到后面那几个兄弟说 想他妈端家伙事的时候 就方子就已经起身了 老飞腿哥 就已经在屋里他耍上了 几下就一摊几个就耍倒了 那脖子就薅住他手腕以后 就刺老他妈加姆斯大拐 就照他那个鬼脸上 嘎巴就一下子 直接就给他们遭到五哥 大喜不来了 他喜不敢闷开 就跟一出 就你们一村有好心 跟你打一打 有没有这一出 有没有这事 这伯母 直接他妈这头五哥 他们大喜连的全断起来 撬了一发 都打死你 别闹 那别闹 就给他们控制住了 懵逼了 有伯格的方 他俩是高手啊 会他们武功啊 就给子老五 这伯母从包房就给压出来了 这头嫌疑给说 撬了一发的 谁敢轻女光动他就死了 他媳妇跟着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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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人一过来 一头他媳妇疯闻犹存呐 这老板娘跟这帮娘们可不一样啊 撞了个大事 大把就捏 你妈呀 脏 挺好 给他背下来 那么的啊 这时候有事有办啊 我大哥告诉你了吧 别扯别的 扯别的 然后那小子就死啊 那个 那么的啊 哎呀妈呀 这伯母出来了 你这他妈玩啥呀 人都抓着还玩的 基本心多大呀 心的心再大 那贤哥他也不能那么大心 他傻呀 就这么的 大家伙这伯们 给他们子老五就给压走了 这一压走以后 他老五他媳妇就给子老三打电话 说完了 说他妈三哥 说老五爷让人给压走了 说老五爷让人给压走了 子老三这一头完了 说这件事肯定跟约约那有关系 肯定定型的 那怎么办呢 现在为时已晚了 老三哥 这嘎都行自来行自去 他哥这嘎正要给约约那电话 他电话就响了 这电话不是别人打过来的 闲着就打过来的 说你是子老三吗 说是我 说我告诉你啊 赵远南呢 是我哥们儿 翘里玩的 你弟弟子老五在我手上呢 说咱现在啊 就跟你们那个 一孙出场口呢 说你子老三要是不来 你弟弟你这辈子见不着了 你跟赵远南这个事儿别聊 别看他把你死个凶的 但是啊 你子老三得过来一趟 这头你得给云南一个交代 子老三这一听 他该啥是啥的 对他家这些弟弟啊 包括他这帮哥啥 赵老三你觉得有样 说你这么呢 哥们儿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肯定是救援咱的人了 我这头也没报冬场 说我兄弟没移子 你这么呢 说你等我 我赵老三去 这不问 老三把那话挂了 这头老三身边这帮兄弟 说三哥不能去出事儿的 说我俏里妈 那是我义奶同胞 那是我兄弟 我得去 这事跟老五没关系 是我的事 我必须得去 赵公啊 老三 让一个兄弟 开车打着医院 就来到土生堂这块 那这个时候 短的他们已经把车 开进这个 一村 挺远的一个地方了 就怕他们扯别的 包冬场 他扯正常大了 这一看他妈的 没事 这屋呢 他就到这了 这一到这以后 走老三就已经知道自己就面对啥了 说那个你们谁是主事儿的 五哥往前这么一来 贤哥还没得说话呢 就是那了一个大脚就直接就跟老三炫那 哎呦 好 当时就先给你打一个 还不了手 就是你动都不行 一下这个绝那 那个敲了一把 你看打那个五不难额 你真是他妈 左死呢 敲了一把 今天他妈送你走 这五哥就把家伙拿起来了 就要搂他 那这个时候贤哥就拦出来 都已经死一个人了 那还得了啊 就告诉伯格赶紧给拽走 就给五哥就给拽走了 贤哥往前一来 说自老三 说这条呢 你得跟咱走一趟 既然说你来了 你弟弟呢 咱们放他一马 啊 自老三说行 上哪都行 说只要说把我弟弟放了就行 当时 这自老五呢 就被贤哥在这里放了 给自老三呢 就几个给整车上去了 这往车上这么一掌 直接就给拉到哈尔滨了 越南当时可都为把院 这个这个病房里头呢 贤哥打电话呢 说越南 这个自老三 他现在给人撤了呢 说咱们利用自老五 给自老三掉水 这无闷 往回这么一来 很快就到哈尔滨了 就给自老三就整金 当时越南这个病房了 自老三一看到越南以后 说越南 啥也不落了 说今天我自老三呢 在你们手里头了 我兄弟呢 没疑了 今天你们想怎么整过自老三 我无话可说 越南瞅瞅他说自老三 敲了一把 说你看整人他妈的 整过教员南 说今天呢 你俩腿我有定了 啊 就这么呢 越南就说老五 费了双腿 五哥把他比事儿嘛 家伙就直接就逃出来了 就奔他妈的 这个自老五 这腿就过来了 贤哥就直接 就把五哥就给拦住了 老五 远南 哥 说你啥意思 远南你听我说句话 听我说句话 赶紧把他站住 脖子又把我五哥给抱住了 五哥就回头 你总抱抱我干啥呀 你咋的 你喜欢我呀 说你别说话 不是你 你是啥意思呀 南哥用我 用我搂腾的 你总抱我干啥呀 你别说话 你嘴有味 我什么的 你嘴有味 你有味 你嫌我有味的时候 你给我撒开 撒不了 这时候 伯格就给我五哥 就空着那嘎 我五哥的嘴确实有味 那嘴那味还大呢 就是 就顶峰你能能闻着 那嘴恶臭恶臭 他也不刷牙一哥呀 那牙子闻着就是黄黑黄黑的 那么你看这个时候 贤哥就跟那个资老三就说了 资老三 说你看这个 旧阳南 这件这个事 而且这头呢 说咱们 上你们一村去找你去了 给你兄弟整个椅子 这件事 我问你能了 还是不能了 资老三瞅瞅瞅贤哥 又瞅瞅云南 说能了 还有这个野红海 往后 你能不能 再去找他 就说不能 这是你说的资老三 要不然今天 他妈的元南必要你双锤 我说句话 咱这个事呢 就到这因为你们一个兄弟 江湖事江湖了 别他们扯别的 咱这次能把你抓来 下一次呢 能够要你命 但是你得给元南一个交代 资老三说 啥交代 和俏理也挖的 你给元南跪一下道歉 今天你要是不跪 一样还要你双锤 资老三他也会审视多事啊 这帮人他妈的这么邪 我而且自己兄弟没一个了 跪能几包咋的呀 我哥这家跪下他妈的 他谁 他谁他妈能知道啊 老三嘎巴的跪下了 元南 所以我资老三扶了 我兄弟没了 这个事我自己处理 那个叫尹红海的 往后他可一村 他想怎么的怎么的 我只能不再找他麻烦的 说我求你放我一马 元南这一手说 先哥 我要要他双腿 元南 仨人不过头天地 毕竟他兄弟没一个了 而且说他妈资老三也跪下了 这件事就怎么立 资老三 我翘了一巴掌 你听好了啊 今天呢 是我哥说了一句话 你这双腿呢 保住了 但是资老三 你把咱这哥几个给整了 我不管你多要 咱们他妈的哥五个 让你给干了 一个人十万块钱 五十万 明天啊 我不管你怎么整 你把这钱给我整来 你要是不整来 你看吧 我就要拿好了 我还得找你 当时资老三就说了 说运南 你别漏了 也别说了 这钱我给 我肯定给 行吗 资老三 你记住了啊 我姓孙 我就孙世贤 我是长孙的 你呢 如果好心呢 你可以打听打听 如果说你再敢扯出来别的 不止说运南找你 我也得找你 包括他们几个也得找你 五个往跟前一来 那你听好了啊 撬里边 你要是不死一个兄弟 你就得死 但是这件事吧 就只能到这了 你记住了啊 再敢扯别的 我必要你命 你那个兄弟就是我打死的 但是咱干啥呢 咱得要你 但你知道 就个怀里 就把通缉令给掏出来了 说你瞅好了 咱这干啥呢 孙老三搁这嘎嘎嘎嘎的瞅了一遍 说我知道了 瞧我一把 你命寸 算大 明天抓紧把钱给拿来 你妈比就不找你了 要不然害你 害得找你 说我知道了 这一头 前面就说 你给家打点花吧 让兄弟来接进来 告诉你手底下暗闭点 别他们把事整大了 说我知道 孙老三把电话就直接 打到当时这个遗寸了 就告诉手底下的兄弟 谁得别轻举妄动 抓紧说他妈的 来接我来 正好把五十万给带来 那咋两个 这头他妈的 手底下的兄弟 当时呢 带着钱 就来了 到这个医院 把钱给交了 把孙老三呢 给接到了 孙老三往回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人家帮兄弟问他呀 那个三哥 说这件事怎么办呢 说他妈的小文 没了 而且说 咱那脸什么 可丢大了 孙老三当时就说了 这件事啊 谁都不行再提了 而且啊 谁也不许再找这个 野洪海的麻烦了 听明白了吧 说三哥怎么 咱认了 咱个一孙这些年 他没认过啥呀 说他谁也这么牛逼呀 听我的吧 啊 谁也别再把这个事 网图他妈整了 说他妈的 有些事你们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今天他妈的能 他妈安全全的回来 就不错了 小文这事 我自会给小文一个交代啊 小时候 就这么的 他们回到益村了 回到益村以后 这不贤个五个这帮人 全个这个病房里头 这家还有五十万呢 那那男哥 我 我不要 我说我 我不要 什么玩意不要 那那钱我 我我不要 我没说给你啊 不是你给不给 我也不要 贤哥一瞅 你咋啥都要呢 不是我 说的是不要啊 你们俩的耳朵怎么出问题了吗 我说我 我不要 我是这么说的 对对吧 我没说我 我要吧 男哥给那个 瞅瞅五个 说这么呢 老吴啊 这钱呢 你们可是几个拿着五个 你们跟外边呢 就跑路 男哥呢 我也不差这几个钱 啊 给拿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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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人家强哥也说 那个男哥这钱 说俺不能要 啊 贤哥当时就瞅瞅 这钱你留下 啊 就不用给他们 给拿着五个了 我啊 你听男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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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 你留着吧 说他不能要啊 我让给他们 说这样子呢 让他呢 亚伤了啊 他们几个本身事 那个身上事就堵了 让他拧签撤 你们拧签走啊 我 我怎能不要啊 那你不要你都走啊 走走到行啊 这这这这这这折腾的 我连饭我都没吃 就回去吃吧 你有这一顿你饿不死 行 我 我不要啊 就说不要赶紧走 那个男哥我先撤了啊 男哥 赶撤了啊 显哥 那那天高 撤了 大家伙 撤了 显哥那 隔这块 待到了天亮 迎跟运南说 说你看 你有伤在身啊 所以我就不搁这了 咱那事呢 就干嘛地 看看这自老三呢 还能不能找到别的事来 说显哥 你先回去吧 等我伤好了以后啊 坐过去 这不吗 显哥他们别夜 就渴 那个第二天就渴回来了 这一回来了以后 自老三呢 再也没有 跟他们运南发生过任何事 也不干了 还有啥呢 还有当时这个野红海 他的这个楼 和一村的正常网出售卖 也没有人在南卫的